热闹的集市却没有一个孩童的身影 可作为流浪者的彪月 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13岁的他无父无母每天居无定所四处漂泊 流浪到这个美丽的村庄正想画点食物包袱 却被突然出现的一道身影挡下了去龙 可还没等彪月询问 便感觉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四周只有无尽的黑暗 他不知自己到底是清醒还是昏迷 更加奇怪的是 此刻他竟然全身都不能动弹 彪月就只能这么一直地躺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极致的寂静和黑暗给彪月带来了无尽的孤独感 脑中不断地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那个男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是我 命运为何总是在折磨我 从小就失去了双亲 并且直到现在始终是孤身一人 彪月无助地哭泣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远处一道微乎其微的水声响起 听到水声的他重新燃起了豆纸 只见他拼命起身想要去购到水源 奈何僵硬的身体却无法动弹更好 他以为他要死了 迷迷糊糊竟然看到另一个自己 别坚持了 像你这样的人死去 没人会在意你的 放弃吧 放弃了就不这么累了 事而放弃的话会很轻松吗 可彪月并不这么想他想要活着 他不想就这样死去 他不甘心 发誓要手刃的那个男人 绝对不能死去 强大的意志力附着在彪月的身上 艰难地挺起身体 他要活着 顺着黑暗摸到了墙边 一把抓起墙上的苔藓 猛地放进了嘴里 随着苔藓的入度 他强忍着这恶心的味道 但身体并没有任何 不是只是这恶心的味道 实在是难以下咽 为了活着 他一把一把地抓着墙边的苔藓 拼命地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随着食物的进度 彪月恢复了些许体力 便开始四处行走 开始丈量起了房间 发现自己是在一个 大约三平米的房间中 他果然是被那个男人关起来了 随着四处的查看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打断了他的思路 一道久违的光亮照了进来 只见一道铁门音声开启 彪月强忍着眼睛的 不是走向光线照进来的地方 只见一个黑影 向门里塞了一个碗进来 随后又再次关上了小门 四周再次陷入黑暗 彪月无助地拍着铁门 但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忽然一道香气飘过 彪月闻出这是食物的味道 他赶紧上前查看 为了谨慎 他先是闻了闻 凭借多年的药饭经验 一闻就知道 里面竟然有五种以上的食物残渣 而一个人吃五种以上的食物很困难 这样看的话 外面至少也要有五个以上的人 彪月此时也冷静了下来 开始投谋风暴 某个团伙处于某种目的 把他们关了起来 这样大手笔的管理 估计被抓起来的不止他一个人 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彪月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活下去 随后抱起食物吃了起来 虽然是剩饭 但是味道也比苔藓好太多了 就在彪月吃饱喝足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远处 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正在盯着他 男孩每天都要让蛇咬一次 白蛇心情好的时候就咬他一百次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咬他九百九十九次 因为飘月要靠蛇的能力 来给自己增强势力 一转眼飘月被困在黑暗的地牢中 已经半年多了 他每天都保持着活下去的信念 始终坚信总有一天 自己会从这里出去 然后手刃把他抓进来的那个男人 长时间的适应黑暗飘月 逐渐可以在黑暗中看清一点东西 突然发现不远处 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正在盯着他 黑暗潮湿的地牢当中 本就生活着许多虫子 他并没有多想 忽然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一条白色的蛇已经爬上了他的手臂 滋滋地吐着他的心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白蛇一口就咬在了飘月的手臂上 一阵剧痛从伤口传来 并伴随着浑身被火烧的感觉 心脏不停地跳动手臂轻轻爆起 整条手臂都被染成了红色 飘月强忍着剧痛坚持着 就在这时纵犯的小门突然打开 随着食物的掉落 小门再次关闭 周围又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当中 飘月的求生欲再次爆发 捧住饭碗就是一顿亡通火焰 他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他还没有手认敌人 在那之前自己绝不会死 随着食物的进度 飘月竟然发现自己的眼睛 能看到更远的地方 这样他忍不住地怀疑 难道自己因祸得福产生了耐毒性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的生存的希望又增加了 想到这里 飘月把手放到白蛇面前 面对送上门的食物 白蛇也是不客气 直接一口咬上释放了更多的毒性 顿时整条手臂 轻筋抱起血液不停地蠕动 强烈的灼烧感再次遍布全身 飘月跪倒在地 强忍着手臂的剧痛 嘴角却挤出了一丝笑容 这次他明显看得越来越清晰 彻底地获得了夜市的能力 随着飘月体内毒性的散去 白蛇也好似完成任务一样 摇着尾巴离开了 随着白蛇的离去牢房内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飘月站起身 惊讶地看着石门的方向 大门竟然打开了 这是飘月半年来第一次走出房间 漆黑的走廊深不见底 房间之间都隔得很远 怪不得这半年来 飘月没有听到任何其他的声音 用力推开一道石门 一股扑鼻的恶臭传来 竟然是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 但此刻的他来不及恐惧 不断地向着走廊的镜头走去 一道石门再次拦住了去路 他尝试推了一下石门 石门竟然并未上锁 随后用力将石门推开 只见两个身影同时望向了飘月 男孩每天都要让蛇咬一次 大蛇高兴就咬他999下 不高兴就一直咬着不松口 直到男孩坐地球饶才肯放过 由于长时间忍受蛇毒的侵蚀 竟然意外获得耐毒体质和夜视能力 飘月作为地牢唯一的幸存者 推开石门的同时 竟然发现还有两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活人 二人看到飘月的出现很是惊讶 可飘月并没有理会他们 再次查看这出现的房间 发现里面全是尸体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里面应该还会有很多的幸存者 果不其然在打开另一道门之后 竟然发现了更多的幸存者 飘月四处打量着这里的房间 发现这里和他待的地方不一样 这里并没有死去那么多人 房间里的碗和食物数量也更多一些 只是死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自残王 飘月想到这个地牢里 明显有着等级区分 每个地区的幸存者都不一样 就在飘月愣神之际身后的萧如月叫住了他 让他不要单独醒望 可飘月并没有理会继续向更深的地方前进 果不其然众人又再次遇见了一道石门 推开石门的瞬间 一阵久违的亮光再次醒来 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亮光照射眼睛顿感不适 长时间深处黑暗的环境中 哪怕是火光眼睛也会有一种燃烧的感觉 待眼睛恢复过后 眼前的一幕彻底让飘月惊淡了 只见一座宏伟的村落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断打量着这座诡异的建筑 随后惊奇地发现这里并没有人活动的迹象 而且房子虽然外表看起来有模有样 其实内部很粗糙应该是临时建造起来的房间 难道是他们制作的吗 游游到底是什么呢 忽然一道声音打断了飘月的思考 一个银发美女热情地和飘月打着招呼 小哥哥你的眼睛 红色的瞳孔格外地漂亮 是天生的吗 飘月听到黎黎的话顿时心里一惊 心想 难道这一切都和那条水有关系吗 但是在这种地方要是显得语重不同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时原本漆黑一片的头顶突然出现了异常的声响 只见一道光亮缓缓张开 一个装满食物的菜篮子被运了下来 饥饿数日的众人顿时乱作一团 纷纷伸手去拿食物 飘月健壮也准备去拿属于自己的一份 可一旁的红毛小子好像看他不顺眼 一把就抓住了飘月的手 干你拿食物了吗你给我滚开 飘月哪里受过这种气 只见飘月伸手蓄力 一巴掌就打在了红毛的脸上掐住红毛的脑袋不防 众人瞬间被飘月的举动震惊了 他们没想过他竟然为了食物能直接动手 飘月抓着红毛的脑袋按在地上 死死扣住他的咽喉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其他人见状想要赶紧上前阻止 萧如月上前说道食物由你来分配放了他吧 飘月站起身来缓缓地松开了红毛脖梗上的手 冷冷地说道如果不想彻底变成瞎子 就别来招惹我 红毛只能自认倒霉 不敢多说 飘月并没有独吞食物只是拿走了自己的一份 剩下的也都和大家平分了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头顶的光芒再次袭来 众人看向菜篮子当中的食物 顿时惊呆了 和上次的相比这次的食物整整少了一半 飘月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早就猜到幕后之人会搞事情 一场恐怖的厮杀即将开始了 男孩每天都要让蛇咬他一次 直到把蛇累死才善罢甘休 因为他要靠蛇毒锻炼自己的那东西 这样他才能在这座地牢当中活下来 随着食物一天天地减少 地牢里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几个派系 飘月知道这一切都是那群人的阴谋 很快第一个死亡的人出现了 正是肖如月团队里最弱的一名成员 看着死去的孩子肖如月并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冰冷地吩咐着手下 他们不仁哪休怪我们不义 之后的每天夜里 每个团队当中都会有一个孩子离奇地死亡 而飘月总是独自一人行动 反倒远离了这场纷争 漆黑地涌到镜头一片火光亮起 伴随着哒哒哒的脚步上 随之而来的是四名青年 为首的竟然是当初被飘月修理过的红毛 他现在也是一个团队的老大 绷带下死去的右眼正是拜飘月所赐 如今他仗着势力杀过了两个弱鸡 就想找到飘月报仇 还没等找到飘月身后的沙玛特 突然大叫了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咬了他 随后便口吐白摸地倒了下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红毛下的不轻 赶忙让大伙注意四周可话还没说完 伴随着火把落地的声音 身后的少年竟然消失不见了 二人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一道黑影缓缓从黑暗中出现 一把便勒住了小伙的脖子 随着火光的照耀 发现此人正是他们要寻找的飘月 恶狠狠地盯着面前的红毛 你们是来杀我的吗 我本不想参与纷争 但是你们却来招惹我 随后便当着红毛的面解决了跟班 红毛看着眼前的跟班 就这样倒在自己的面前都被吓傻了 知道如果不解决掉飘月 那么等待他的必然是相同的下场 只能掀下手为强了 直接向飘月冲了过去 可是无论他如何攻击 就碰不到飘月丝毫 面对红毛的攻击 飘月几个闪身就让他的攻击扑了个空 顺势重新顿入了黑暗里 红毛慌张地东张希望寻找飘月 直接飘月冷冷地出现在他的身后说道 这次不会只要你一只眼睛就结束了 听到之后红毛下的连忙跪地求饶 只要能放过他 从今以后 他甘愿当飘月的一条狗 飘月早就看清他这个人天生烦骨 如果收他等小弟 早晚有一天也会背叛自己 索性直接一招大威天龙 逆掌打在了红毛的下巴上 闪身直接来到红毛身后 死死地锁住他的脖子 伴随着他扒一伤 红毛的手臂缓缓落下 他彻底地留在了这里 飘月看着地上死亡的红毛 转身消失在了黑暗里 男孩血液里游动着999条蛇 直到吃饱喝足才肯离开身体 却因此让男孩获得了极强的武功和夜市能力 这才能在黑暗中解决掉 前来暗杀自己的四人小队 在得知飘月解决掉红毛之后 现在就剩下三个团队 分别是以萧如月和高永山为首的众人 还有就是飘月自己 他们二人也是个怀鬼胎 随着供给食物的越来越少 已经很难再做到公平分配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掉团队里最弱的人 这天手下急匆匆向高永山汇报 说萧如月为了保证实力 刚刚开除了两个最弱的人 作为酬劳还给了他们一颗土豆 让他们自生自灭 现在他们就在北边的大殿里 现在过去把他们杀了还能抢他们一颗土豆 看着队员们兴奋的神情高永山也觉得很是无奈 为了一颗土豆就去杀人 但是为了活下去也只能出此对策 高永山躲在门外远远地看见了正坐在门口的二人 只见他们刚要把土豆放进嘴里 身后的小弟竟然看见土豆即将被吃 全部都疯狂了起来 发疯似的冲进了大殿当中 全然不顾高永山的阻乱 二人发现进来的一群人 拔腿就想要逃跑 发疯的众人哪里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而高永山则是躲在门后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总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地形对于他们来说很是不利 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逃跑的少年吹了一声口哨 萧如月的手上能立马破窗而出 高永山见状想要阻止但是为时已晚 手下被瞬间灭了大半 下一秒他便被四个人团团围组 萧如月缓缓走进场内 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还会少很多张需要吃饭的嘴 高永山看着眼前的萧如月 直到如今自己败局已定 他人看着求情的高永山萧如月虽然于心不忍 也只能吩咐手下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而这一切都被坐在房顶的票月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互相厮杀用计谋行天 他终于知道那群人为什么要把他们抓到这里 还修了这么一个庭院 而这个庭院很有可能就是外面某个地方的复制版 就是为了让他们熟悉这里的一切 熟悉这种杀人的感觉 因为总有一天会在和这里同样地形的地方让他们自相残杀 这种地形如果随意发动进攻 必然是很难做到万无一事 只能就是有去无回的结果 他们很可能想培养的就是一次性的战斗工具 完成任务之后也很难成功逃脱 想明白之后票月眉头紧锁 难道真的要任命去当一个有去无回的刺客吗 如今地牢当中只剩下萧如月一人团队独大 但是面对票月的实力他还是不敢轻举妄容 忽然黑暗的房顶再次亮起了光明 众人很是疑惑 明明还没到送饭的时间 今天为何这么早就来送饭 票月也是疑惑地望向了房顶 很快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紧张 好像是在戒备着什么 只见数名蒙面人从房顶落下 男孩血液里游动着999条蛇 即使毒牙嵌入男孩的手臂 也要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由于每天忍受着蛇毒的侵蚀 竟然意外获得了蛇的耐毒体质 随着暗杀风波的过去 地牢的房顶突然亮起 一群蒙面人随之落下 不由分说的就是一顿棍棒招呼 虽然早就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没想到他们竟然会采用这种禽兽不如的方式 飘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目前绝对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三个蒙面首领出现在他们面前 为首的一条冷漠的说道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唯一的首领 可偏偏这时还有一个憨憨叫板 蒙面人冷漠地看着他 不由分说直接手起刀落 憨憨便洒了热血 众人见状纷纷被吓得惊在原地 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之后的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地狱般的训练 而飘越始终保持着中等水平 他不想过早地展露自己的实力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后果 深夜独自修炼着教官提供的分雷心法 虽然只是作为感受器的垫脚石 如果自己能够完美使用的话 那么自己的存活的几率 必将更高一层 就算飘越再怎么隐藏 还是有意外发生了 在一次训练中 紫毛竟然将手中的匕首 刺向了飘越的头颅 刀刀致命仗着被训练之后功力大涨 他也想来试试飘越的实力 挑衅地叫嚣着飘越 光是训练多没意思啊 拿出实力来 不然我就要杀掉你了 随后竟然扔出一道暗器 却被飘越轻松挡下 剑撞紫毛又扔出了更多的暗器 几乎封死了飘越所有逃跑的路线 飘越一个起跳挥舞 竟将全部暗器轻松挡下 借此空隙紫毛已经绕到飘越身后 想要来一个漂亮的背后一击 奈何飘越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侧身反手便挡住了紫毛的攻击 缩头乌龟你就只会防御吗 只会防御的话可是会死哦 紫毛叫嚣着挑衅着飘越 疯狂地冲了上来 面对紫毛的挑衅飘越也不是软柿子 看准时机直接一脚将紫毛踢飞 顺势抓住手臂 一个提膝直接干断了紫毛的手臂 看着跪倒在地的紫毛 飘越正在由于要不要杀掉他已决后患 突然一个声音出现在了飘越身后 一把长剑就落在了飘越的脖子上 来人竟然是首领一条 就在飘越觉得自己今天可能要交代这里了 只见长剑缓缓地落下 一条转身离去 对飘越说道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留下痕迹 这样耍手腕 无异于告诉敌人 你的武功和身法 随着教官的离开 飘越大口喘着粗气 刚才那种强大的压迫感几乎让他窒息 经过没日没夜的训练战斗 作为一名合格刺客的基本功龟西大法 已经让飘越练得炉火纯青 即使就躲在教官的脚下 教官也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 时间一换而过 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如今被抓的三百名孩童 也只剩下了仅存的三十人 全部集合在了空地当中 这将是你们训练的最后一个任务 你们三十人当中 需要有三人学会这三本功法 并且另外的二十七人 必须去刺杀那三个学会功法的人 一旦任务完成 我们将不会再强迫你 直到你离开这个地方 众人听到手里一条的话 多个怀鬼态 这无异于让他们再次自相残杀 如果找三个倒霉蛋学习功法 再杀掉他们 这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个不错的诱惑 可飘越并不这么想 他们真的能平安离开吗 很显然这三本功法 肯定是和之前所学功法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的 飘越举手深情 表示愿意主动学习其中一本 面对飘越的举手 萧如月神情一致 好心的提醒 你想好了这样下去 你必将会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每个人都会瞄准你 经过几轮厮杀后 其他两个学过功法的人 全都被干掉 现在只剩下飘越一人 萧如月的小团队齐聚一趟 商量解决办法 甚至扬言既然找不到飘越 不如我们去直接干掉教官吧 这可能比杀死飘越要容易得多 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超教官了 他们必然有着某种 能够控制我们的手段 虽然还不知道手段是什么 但是还是先找到飘越再说吧 殊不知他们的谈话 全部被躲在暗处的飘越厅的一清二楚 教官们必然躲在暗处 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孩子们现在正考虑的事情 如今所有人都在找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如果能够潜入进教官的密室 应该是最安全的 说不定还能知道 究竟是谁在背后秘密主导着一切 借助雷呼吸之法 可以在一动中施展归西数 随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密室 来到密室最深处的那个房间 想要找出教官训练他们的目的 和离开这里的办法 终于他发现那卷金色卷轴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个悬赏令 为了干掉一个人 竟然如此大费周章 那个人究竟有多伟大 把他们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 七年的时间 竟然就为了这么一个人 这是巡逻回来的一条 发现了房间中的动静 猛地推开了房门 看着被翻动过的书籍 一条很确定 刚才有人在这里 气势汹汹地召集了两个手下 表示刚才已经有人 潜入到了房间当中 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 如今发展的局势 已经不是能控制的了 只能用出那一招了 我们迟早都要做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让时间提前了而已 是时候让他们认清 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 大殿外销如月等人 还在寻找着飘月 全然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笛子声音 全身开始剧烈地疼痛 就像一只昆虫 正在吞噬身体一般 让人无法呼吸 而飘月看着眼前痛苦的黎明 自己反而没有任何感觉 只有轻微的耳面 他忽然想起地牢里的那条蛇 自己身体那毒性的提高 反而救了他一命 正在飘月思考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条 追赶过来的声音 由于要不要逃跑 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逃出地牢的路径 他还没找到 现在还不能暴露 他对毒药有抵抗力的秘密 于是学起了 其他人装作中毒的样子 也倒在地上 随着教官发现了飘月的踪迹 一条手领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一剑就刺在了飘月的身体上 举起剑就想要杀掉飘月 好在这时身后的二条 及时阻止了这一举动 杀了他我们的任务怎么办 你清楚飘月是这些人当中最优秀的 况且我们有能够绝对控制他的办法 你也看到了他完全无法抵抗诅咒之力 一条被说服之后 吩咐手下给孩子们服用解药 并且告诉他们你们所经受的痛苦 这一切都是飘月造成的 如果谁还有想要造反的心思 保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过了 从这天开始 飘月遭到了所有孩子的敌势 只能独自回到地牢深处养伤 此时他对白蛇充满了感激 多亏了白蛇才能让自己不受诅咒之力的控制 这事 萧如月等人突然找到了飘月 询问诅咒之力是怎么回事 萧如月笃定他肯定知道 因为当时发作的时候 飘月根本没和其他人在一起 看着眼前一同经历过七年的伙伴 虽然曾经也想要杀了自己 但毕竟也是被人所迫 如方法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寻找了 此时李敏出现在飘月面前 红着脸说道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李秀明 希望你永远记住他 看着李秀明远去的背影 飘月愣在了原底 他不懂为何他会在这个时候告诉他的真实姓名 毕竟他才二十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 房顶的亮光再次出现 他们终于完成了一名刺客的训练 终于可以走出这片困了他们七年之久的地牢 出去之后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男人为了一两黄金 竟将三百个小孩困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七年 没日没夜地忍受着各种残忍的训练 飘月抬头望着照下来的一丝阳光 终于到了走出地牢的那一刻 少年们全部都兴奋地手舞足蹈 就在要出地面的时候 飘月的表情突然变得不对 好像想到了什么 一把扯下了自己的衣袖蒙在了眼睛上 其他人见状也赶忙照做 随着菜篮到达地面 一阵刺眼的阳光亮起 虽然蒙着眼睛但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是 这是一个男人走到篮子前 看到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满意 终于培养出不错的一批家伙们 飘月听到陌生的声音 猜测起了男人的身份 他的话里没有一丝感情 不过从说话的方式来看 这个男人应该就是血魔团的老大顾居扬 飘月在心里默默地记住了他的声音 随后顾居扬命令手下把少年们带上马车 送到清风庄园 接下来需要他们重新适应外面的世界 临走之前还警告他们 不要因为这是在外面就可以放松警惕 如果有人偷懒我会格杀勿论 面对这个新的环境 少年们此时无比的兴奋 飘月躺在草地上感受着久违的月光和威风 其他少年也是如此 看到草地上生长的小花 激动的泪流满面 不敢相信他们终于离开那个地方了 忽然一个脚步声响起 一个蒙面人出现扔给了美人两把匕首 拿好你们的武器 晚上集合参加任务 飘月看着眼前的匕首眉头围皱 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训练 也杀过人 但是一想就要执行的任务不免 还是有些颤抖 萧格山看着飘月问道 你是在发抖吗 飘月一脸认真的表示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害怕 听到飘月的回答 萧格山一脸嘲笑 相比你的颤抖 我可能要更加的激动 只想快点出去执行任务 好像只有砍掉别人的头 才能满足自己的快感 随着夜晚的到来 所有人整装待发 跟随四条首领前往任务地点 四条很是惊讶 这些少年居然可以跟上自己的脚步 师兄他们这几年 还真是培养出了一群怪物 几经辗转 四条带着他们来到一处悬崖边 让他们各自隐藏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躲在地下的飘月突然睁大了双眼 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突然一柄长毛出现 直接就刺进了身旁同伴的身体 这个大块头手持绣花针正在躲猫猫 只是随意一扎 竟然就扎到了一名隐藏在身边的刺客 面对突如而来的长毛 飘月快被吓傻了 明明隐藏得这么好 怎么会被发现 还好被扎到的不是自己 众人都面面相去看着飘月 心想你们这帮老六为什么都看着我 难道都想那个长毛是刺在我身上了 大家为了自保 决定不再隐藏 此时一名还在仔细寻找他们踪迹的青城派弟子 发现了土地上的猫腻 正准备要喊人 忽然地面军裂 明天而起 然后四散开头 感觉受到挑衅的众人都快疯了 在自己的地盘上哪里受过这种刺激 随后大块头如法抛制 手持绣花针 弯腰蓄力来了一招暴雨梨花 还在空中的刺客 瞬间被串成了唐葫芦全部被命中 只有飘月一人逃走 大块头一脸兴奋地抢过同伴手中的长毛 周身一个360旋转蓄力 又再次投掷了一柄长毛朝着飘月飞去 感受到危险的飘月利用余光看到了飞来的武器 看准时机一个转身樱塔 踩掉了飞来的长毛 顺势落地准备给大块头来一个反击 六角蓄力踢飞长毛以破坑之势朝着大块头起来 不知是大块头有着绝对的自信 还是被这一幕吓傻了 竟然没有多闪 长毛竟然直直地插进了大块头身后的地面 而大块头只是耳朵擦破了一点屁 闻到血液的刺激大块头此事无比的兴奋 有点意思差点就被干掉了 怒吼到一定要抓到他 虽然他躲过了这一击 但是小弟们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就在弟子们愣神的一刹那 飘月突然从身后出现 一个十字 瞬间就解决掉了四名弟子 由于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直到死亡四名弟子都还保持着震惊的姿势 飘月在森林中拼命地逃窜 一直在思考 他不明白那群人是怎么知道隐藏地点的 很确定在潜入那里之前没有碰见任何人 况且只有飘月自己他看到过密函 其他人并不知道目标人的身份 而且在逃跑的时候没有看见四条和他的下属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四条他们 在被伏击之前就已经提前撤退了 那么唯一说得通的就是他们被抛弃了 正和密函上所写的一样 不存在任何和血魔团有关的信息 飘月还是想不明白目标人物还没有解决 这一切与血魔团有什么主动 还是说请求方改变主意了 正在飘月思考之际感到后背一阵凉意 一道刀光袭来 飘月本能地下腰躲避 待看青来人一阵震惊 竟然是他 男人刚刚惨遭抛弃 爱他的女人就死在了他的面前 飘月刚逃出青城派的包围 忽然感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本能地下腰躲避 待看青来人发现竟然是他 可还没等飘月询问发生什么 黎敏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他看着眼前的飘月 心中掉着的一口气终于松开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能死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黎敏心里是温暖的 但也是不甘的 他还不想死 飘月看着眼前身受重伤的黎敏 满眼的关心 回想起过去七年的时光 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 最后都活下来了 本因正是大好的年纪 却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着生活 那种委屈和害怕 永远都没有尽头 而这一切就是因为那个男人 有人赞助血魔团是为了杀死青城派的吴光绅 结果就是他们被绑架作为刺客培养了七年 而如今却成了弃子 想要从他们精心设计的计划中抹去 飘月看着虚弱的黎敏心中暗暗发誓 只要自己还活着 就一定能够找到背后到底是谁在主导的这一切 是谁拜托的血魔集团 然后让他们消失在这片土地上 黎敏虚弱地伸出手臂 轻轻抚摸着飘月的脸颊 飘月我知道你会报仇的 如果是你的话我想让你活下来 最后你能再叫一遍我的名字吗 说完黎敏的手便轻轻地落了下来 就这样倒在了飘月的面前 看着死在自己面前的黎敏 飘月此刻无比的愤怒 发誓要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永久地抹去 那些在一瞬间搅乱了他们原本生活的人 然后让他们也尝一尝恐惧的滋味 而此刻显魔堂内部 首领顾居阳正在看着手中一份崭新的密函 也是一阵惋惜 长达七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刺客 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就把他们扔掉了 身旁的四条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付出了这么大的精力培养 如今还没有使用 现在就选择销毁证据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奇怪 可顾居阳却信心十足 就算他们为了彻底阻止秘密泄漏 想要除掉我们 也找不到这个地方 顾居阳甚至连是谁委托的都不知道 他如果调查的话随时都能找到答案 但是作为暗杀者不去调查雇主 是做生意的底线 突然顾居阳发现密函上的不对 在最新的密函上面竟然有残留的跟踪箱 这时夸当一声响起 门外的看守被打飞在地 数百名人群就这样冲了进来 大喊着杀了他们 顾居阳此时无比的愤怒 才知道雇主们越界了 身后的四条让顾居阳先行撤退 可顾居阳觉得他们既然能找到这里 肯定不会让他活下来的 好事不可能了 等待他的只有一战 既然他们先越界了 那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 你咬我一口我就要吃掉你 随后拔出宝剑开启双刀 三下五除二就灭掉了眼前的众人 正当顾居阳缓和的一瞬间 一道巨大的光芒袭来 可是顾居阳身为血魔集团的老大 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一招拔刀就拼了上去 顾居阳还是太过自信 没想到来人只是一招就让他身受重伤 这样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何人 此人正是江湖人称毒性的郑华 既然是你 那么请求我们委托的就是你们鹅梅宗 见顾居阳说出了自己门派的名字 郑华瞬间爆起 周身环绕狂暴的内力 就要准备解决掉他 面对正华这强大的实力 顾居阳此时也是无比的悔恨 他应该一开始就猜到的 他始终秉持着不越界的想法 不去调查委托人 却没想到这个错误的选择 带来了这场灾难 顾居阳虽然知道自己可能打不过他 抱着一换衣的决心也冲了上去 两大高手又再次碰撞在了一起 面对顾居阳的强势攻击 正华也是一惊 区区一个刺客团体的老大 就有这样的武功 这也就是在正面迎战 如果是利用夜晚的黑暗伏击 那他们可能会很危险 绝对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和群体为非作戴 必须将他们全部屠杀 正华妥妥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而此刻顾居阳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终究是没能挡下正华的一击 血魔团的末日就要到此为止了吗 他不甘心 本以为能完成这个任务 就能很快赶上江湖上的白莲花 成为江湖上人人避之不及的集团 今天这一切都在这里结束了 重伤命不久矣 在最后一刻也是同样的惋惜 自嘲到 当了十几年的刺客 却连峨眉派的弟子都打不过 随后也倒在了血泊当中 灭掉血魔集团的峨眉派众人聚在一起 分别是大弟子郑华 二弟子雪兰 以及峨眉宗掌门老法师 这时在外搜寻其他刺客下落的人来到他们面前 带来了一名活捉的刺客 老法师想要从他嘴里了解 一共培养了多少名刺客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必须要知道具体的人数 这些就算是知道也不可能告诉 老法师见恐吓不行 直接就动用逆法 一掌就拍在了刺客的脑门上 强大的内力让刺客痛不欲生 随口说出二十八人 然后就灭掉了刺客 在询问弟子之后才得知 他们已经解决掉了二十四人 那么还剩下四人 命令手下要大力寻找 清除所有的相关辩量 而此刻的飘月 也已经趁着夜晚躲进了 清澄派无光深的府邸 他要继续完成任务 记住眼前这个男人 他马上就不是他了 那天 少年离开清澄派前往森林中采药 忽然一道恐怖的身影窜出 直接就锁住了少年的脖子 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 不准动 我只想了解一些事情 不要做任何的反抗 我保证你想耍任何花招的话 都没有我结束你的生命款 少年直接就被吓哭了 他没想到在清澄派的外围 竟然有劫匪存在 飘月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询问起他的身份和无光深到底是谁 从少年口中得知 少年名叫洞进 是清澄派第三代弟子 而无光深乃是清澄派的大明星 是清澄派史上最有发展前途的人物 并且已经掌握了清澄派大部分武功 已经到达了很高的境界 听到这里飘月一阵思索 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人关乎着清澄派的前途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花整整七年的时间来训练我们 在得知这一切后 飘月一个葵花点学手 定住了动静 随后用秘法改变了自己的样貌 他变成了动静的样子 虽然仔细观察会发现奇怪的地方 但是仅仅看一眼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飘月利用一绒术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清澄派的内部 看着眼前的建筑 飘月思绪万千 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 但是这里的布局和地下洞穴里的一模一样 即使大门紧闭想要进入这里并不是问题 忽然一阵声音扰乱了飘月的思绪 只见两名清澄派的弟子在说着什么 真不敢相信 他竟然以隔离训练为借口带女人来 清澄派作为名派 在练剑馆和女人睡觉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吴光深竟然还是这样的一个人 夜深人静 飘月卸下面具变回了本来的样子 潜入了这栋建筑当中 四处找起了吴光深的身影 终于他在天花板上发现了吴光深的所在之处 而此时的吴光深 果然如弟子说的那样在和女人睡觉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飘月本能地颤抖了起来 这个人和血魔殿主相比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人 虽然就这么静静地躺着 也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 飘月心里一惊 不管他多么强大 只要他还是人 那么他还是会死 飘月伸出一根绳子小心翼翼地放了下去 他想要勒死这个吴光深 面对这个高手 飘月丝毫不敢怠慢 满眼都写着紧张 但绳子套入吴光深的脖子之后 忽然眼前的男子睁开了双眼 瞬间一股强大的压迫起来 此时飘月已经是溅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 干脆直直地拽着绳子 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 吴光深毕竟是青城派的有名人物 只见他直接手做掌包 砍断了泪在脖子上的绳子 二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看着彼此 缓和过来的吴光深看着眼前的飘月 也是一脸懵 这个人是谁为何要来杀自己 飘月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干掉他 直接掀下手为强 举起双刃一个剑步就朝着吴光深冲了过去 面对飘月的攻击 吴光深并未进行闪躲 不慌不忙的手握剑指 只是轻轻一挥镜直接就弹开了飘月的武器 飘月内心无比的震惊 此人果然无比的强大 随后急速后撤 裹开了吴光深的一次攻击 就在飘月愣神之际忽然一道光影出现 吴光深竟然手捏剑指 化作一柄长刀直直地向他劈来 面对这强大的攻击 飘月后槽牙都快咬掉了才勉强抵挡 吴光深一脸从容随意地攻击着飘月 而飘月则是拼命地阻挡 面对这无止境的攻击 实在是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人能够赤手空拳做这种事情 飘月知道自己不能再防御了 必须要主动出击 否则今天可能就要交代这里了 飘月看到落在脚边的匕首 直接一个勾脚 直接就把武器提向了吴光深的面门 却被吴光深空手捏住仿佛在捏玩具一般 甚至还夸奖起了飘月 你的武功很不错嘛 不过玩也玩够了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见飘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吴光深突然变得邪恶了起来 我想到了 是那个贱人的父亲派你来的对吗 那个贱人 男人本是青城派爵士练武器材 却因为自己的独特爱好被关金币 而关他金币的理由竟然是为了自我赎罪 那天 他借着酒精犯了一个错误 导致女子隐恨黄泉 只见吴光深露出邪恶的笑容 周身散发出灵力的气势 用手中的长刀指向飘月 口中喃喃地喊道 是不是那个女人的爸爸让你过来杀我的 听到这些话飘月也是一惊 什么鬼他在说谁 面对吴光深这灵力的气势 飘月内心一阵触动 这气势仿佛有成千上百的刀刃从身体各处划过 无比的灵力 吴光深手持长刀向飘月冲了过去 飘月举起手中的武器进行抵挡 两人足足大战上打回合 你来我往谁也没伤到分毫 这时飘月突然抓到一个时机 直接一个后空翻来了一招段子绝孙脚 就差那么一点就踢到了吴光深 吴光深看着眼前的飘月一脸不鲜 这个人可真是讨厌 像个虫子一样烦死个人 为了以免夜长梦多 竟然直接就用出了青城派的秘法 周身无数水汽环绕 直接就朝着飘月洗来 飘月看到眼前的气势丝毫不敢怠慢 集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一个闪身来到了女人身后 心想你总不能连你的女人一起杀掉吧 看到飘月跑到了女人身后 吴光深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起来 没想到飘月竟然挽起了这种小戒 无尽的海水瞬间朝着飘月二人飞去 没想到海水却绕过女人 直接出现在了飘月眼前 飘月也是无比的震惊 竟然还有这种功法 眼看吴光深的攻击即将到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飘月突然想起了在地牢当中 一条让他们学习的那三本秘籍 一瞬间竟然直接就挡住了吴光深的攻击 而吴光深也是一惊 满眼的不可置信 这个像虫子一样的家伙怎么可能 挡得住天罡七十二波剑 飘月微微一笑那三本功法真的很厉害 当初只是为了生存拼命学会的技能 现在终于用到了 虽然功法造诣上不如吴光深 但是接招这种事情 飘月还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随后飘月也发动了技能星宿 这是作为刺客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 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速度 这一瞬间时间都仿佛停止一般 化身无数残影 却都被吴光深尽数斩杀 可惜吴光深所斩杀的都是残影 飘月早已趁机跑到了吴光深身后 发现了他攻击当中的破绽 看准时机直接一剑就刺穿了他的身体 一口鲜血吐出倒在地上 堂堂青城派的明日之星未来继承人 最终也没逃脱死亡的命运 直到死亡他还睁着双眼满眼的不甘 看着死亡的吴光深 再看看自己沾满血液的双手 回想起七年来低于一般的训练 还有那些死去的孩子们 他们被人平白无故拐来当作刺客培养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飘月也完成了任务 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黑暗里 第二天一早 青城派的长老们发现吴光深死在了大殿里 吴光深的父亲更是悲痛欲绝 自己心爱的儿子竟然就这样死了 他可是承载了整个青城派的未来 他的儿子不能就这样死了 他必须要找出杀掉他儿子的人 这时吴光深的父亲捡起长剑 默默地走到了身为俗家弟子女人的身前 满眼仇恨地看着女子 作为本派的俗家弟子 我想你会理解的吧 为了青城派的名誉 为了儿子的名誉 他决定亲手解决掉女人 而吴光深的死亡 很快就传到了峨眉派掌门老法师那 在得知消息之后 老法师无比的愤怒 他们明明为了抓住那些刺客 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 竟然还是被刺客潜入杀了吴光深 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了青城派提出的联姻 这主书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 如果成功联姻的话 他有把握十年内吞并青城派 就在这时郑华说道 一定不能放过那名刺客 他很有可能知道我们的一些秘密 老法师早已经想到一个对策 于是命令郑华等人联合青城派 一起布下天罗地网 飘月能否逃出重重包围 我们拭目以待 农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劫 劫匪却反被农民教作人 飘月在解决掉吴光深之后 便义戎成为一个农民 不料却被追兵发现 他表示自己是隔壁村的养者 今天刚刚干完农活正要回家 就在少年走过去的时候 官兵瞬间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叫住了他 如果是刚干完农活的农民 脸上不可能这么干净 肯定会留下一些痕迹才对 虽然装作农夫的样子 但是一看腰间的镰刀 分明就是师太说过的刺客 随即从怀中掏出信号弹 碰得一声射向了天空 飘月一阵无语 他差点就蒙混过去还是被发现了 师太怎么会是飘月的对手 直接就把他按在了身子下面 冷冷地看着他 你刚才说的师太是谁 小兵毕竟是小兵 面对着凌厉的气势 顿时全部都招了 原来他们是奉九华师太的命令 协助青城派抓到刺客 飘月一阵疑惑询问道 没派对青城派的事情这么积极吗 小兵想着只要能再拖一点时间 看到信号的人就会过来 到时候这个刺客就跑不掉了 于是说道 并不是很积极 原本是互不打扰的状态 只是最近才开始积极的 听到这些回答飘月 心中顿时明雾 知道吴光深并且 还有强大财力和势力 投资了他们七年的时间 还拥有强大的忍耐力 试得不会错 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那个女人 这是一阵嘈杂声音响起 看到信号之后的人已经赶来 飘月直接一个绞杀 就送小弟去见了阎王 心中默默念着一个名字 九华师太 原来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发誓即使最终的结局是死 他也不能一个人去地狱 再得知刺客突破了包围网逃走的阵华 也是一阵无语 一个区区刺客竟然这么难追 准备召集所有兵力追击刺客 这时赶来的雪兰打断了她的谈话 雪兰表示 即使不知天罗地网 你也抓不到她 刺客有着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卓越的能力 如果只是一直在后面追击她 永远也不可能抓住她的 必须要拦在她的必经之路上 面对我们的追击 这个刺客现在一定很累很疲惫 这种情况下 她肯定会去自己所认为最安全的场所 大概是把她培养成为刺客的地方 那是人类归属的本能 只需要在那里等着她的到来就可以了 而另一边飘越正在面临两个门派的人追杀 一边战斗一边逃跑 早已经身处重伤 飘越看到下面的峨眉派中人 很是奇怪 峨眉派到底是怎样预测到她要走的路线呢 忽然飘越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起来 身后的山谷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来人竟然是青城派的第一剑上 剑胜心中一紧 由于愤怒没控制好力道 差点杀了那名刺客 他还不能死一定要活捉 这样才能从他口中得知 到底是谁指使他暗杀的 随后命令手下继续追 而此事跳在高空的独心正华也在寻找飘越 远远的就发现了他 随后用出了强力一击 想要直接干掉飘越 青城派的弟子都傻眼了 虽然没有打中飘越 但是看着攻击的架势完全是想置他于死地 经过一番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入口 剑胜看着黑漆漆的洞口 命令手下下去 一定要抓到那个家伙 而他身后的峨眉派振华 也看到了那个洞口 也命令手下下去 并且让他们一定要抢先找到飘越并杀了他 待众人下到地下之后 剑胜直接就震惊了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随后暴怒了起来 周深刚气暴起 一阵狂想 命令手下一定要活捉刺客 一定要活的 男人看见自家庭院被人复制建造 满眼的震惊 这完全就是复制了一个青城派 这分明是蓄谋已久的报复 背后肯定是有人密谋指使他们 剑胜心中已经有了一点思绪 这时郑华上前禀报 他带本派弟子去别处搜查 可剑胜的话语让郑华一惊 就算砍掉双臂做成傀儡也没关系 一定要活捉那个家伙 如果万一刺客死了的话 我会让你们感受到我的幕后 正如你所见 有人在蔑视本派 我一定要抓到那个幕后主使向他问责 即使对象同为五大门派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郑华表示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怀疑他们了 必须要比青城派先找到刺客才行 正在搜寻的剑胜仔细地查看着这里的建筑 逐渐产生了疑惑 这么庞大的设施 绝不只是为了暗杀光深一个人 虽然中间的阁楼是模仿短派而见 但是其他地方的阁楼却完全不同 很像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建好的设施 到底是怎样的势力创建了这样的洞府 剑胜来到曾经一条首领的房间 在暗阁当中发现那份曾经飘越也看到过的密函 打开之后瞬间震惊了 无比的愤怒 这帮家伙竟敢为了区区五十万两黄金 就将我们青城派的未来给杀了 随着继续的深入看着脚下的深渊 剑胜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充满蛇的洞子 而在洞的尽头有一张桌子 走近才发现竟然是一本密集九魔流 看着这本功法 剑胜陷入了沉思 这不是当年血天大战后消失的门派吗 因为实在太久远 他也是在青城派密室的历史书上有点了解 难道这里是曾经九魔流的根据地吗 这些蛇都是为了研究九魔流而准备的 他想着等回到门派以后 一定要好好了解下九魔流这个门派才行 另一边 匿名峨眉派的女弟子在这黑暗里都已经被吓哭了 在黑暗中这里就是刺客的天堂 飘越已经解决掉他们不少队友 但是他们却连人影都看不到 郑华让他们不要慌张 那家伙也受伤了 大家聚在一起 拖延下去只会对他越来越不利 正如他们所想的一样 所以飘越准备一口气解决掉他们 飘越一个弯腰右手化作剑纸 只见血光四剑 飘越弄下了郑华的一只眼睛 可惜了 你挡得不错 这时突然赶来的雪兰从后面一箭刺进了飘越的身体 冷冷地看着飘越 你已经被我刺中 投降怎么样 飘越一脸不鲜 右手再次蓄力猛烈地挣脱开来 拔出了刺在后背的长肩 投降 投降之后会放过我吗 面对飘越的质问雪兰也是一阵 询问她到底知道些什么事情 瞎了一只眼睛的郑华这时也赶紧跑过来 让雪兰不要废话 赶紧杀掉这个刺客 雪兰也是一阵沉思 虽然她对师父的做法也有所不满 但是被你杀死的吴光森是我名义上的婚约者 所以我必须为她报仇 飘越看着眼前的雪兰 知道以现在的状态接招的话无异于送死 必须先躲起来 这时忽然一阵强光亮起 一道剑气 直接就朝着飘越袭来 众人回头发现来人正是青城派的剑神 郑华发现是剑神之后一脸震惊 随后暴怒起来这个刺客必须死 不由分说的直接就朝飘越攻击而去 却被剑神给拦了下来 不管郑华如何说多危险怕他耍花招 可剑神哪里管那么多 他在这里他掀不起什么风浪 看着还有一口气的飘越说道 原来就是你杀掉的光森啊 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孩子 因为刺客 剑神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就算你是刺客明变是非的能力也应该有吧 飘越冷冷的笑道 十四岁就被抓到这个地方了 明变是非就是一种奢侈 作为刺客培养我们没有选择 看着飘越的眼神 剑神心里出现了一阵惋惜 这种眼神 明明好好培养的话定是一个可造制裁 随后掏出了在密室发现的密函 询问飘越 你知道委托人是谁吗 飘越看着剑神知道自己如论如何也逃脱不掉 表示自己有个大概的猜想 你也猜到了不是吗 要不然你怎么会把我留到现在 此时青城派的弟子清明急慌慌地来到这里 表示有弟子中了这里的陷阱死掉了 剑神陷入了沉思 如今他已经知道到底是谁在幕后操作一切 飘越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 但是他不想飘越死得太轻松 要让他感受到比地狱更深刻的痛苦之后再死掉才行 这样才能为因为你而死去的孩子赎罪 飘越听到这句话很是想笑 赎罪 那我们的七年谁又来为我们赎罪 待路过郑华身边的时候 微笑地看向了郑华 你要准备得更全面点才行啊 如果不想像我这样去赎罪的话 面对飘越的话 郑华一阵吃惊可恶的家伙 杀死无光身然后逃到这里 都是为了把峨眉派和清城派引来这里 这一切都在这个家伙的算计之中 剑神来到悬崖之上看着身后的飘越 一点赎罪的思想都没有 你不配和我们呼吸同一片空气 就在这里痛苦地死去吧 直接就把飘越扔到了满是蛇的山谷底 男人每天都要让蛇咬999次 咬得不好男人就要吃掉它 哪怕忍受万蛇路心的痛苦 发誓也要活下来 飘越在谷底每日以蛇为食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 渐渐的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 借助成千上万白蛇的能力 飘越终于养好了伤势 热闹的八堂集市场 忽然到一声巨响 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只见飘越冷冷地说道 我说过休息三天就走 别派人来打扰我 否则格杀勿论 红衣男子恶狠狠地瞪着飘越 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在八堂挑衅清玉官的习武之人 你觉得还能平安无事吗 飘越闻言 清玉官 第一次听说 直接便用功法 收魂丝制服住了男人 看着飘越的举动 清玉女子都吓傻了 竟然一挥手 就镇压了清玉官的武林人们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 出现这种高手了 随后恭敬地说道 大人在上是小女子 有眼不识贵人 您休息期间 我们会为您提供方便 看在这个份上 您能否暂时饶了我们 飘越只是冷冷地回了个人 清玉女子看着飘越的眼神 一阵泛楚 人类的眼睛怎么会那么忧伤 就好像临终遇到的蛇一样 转眼三天的时间到了 飘越收拾好行囊准备上路 女子二人叫住飘越 双手奉上准备好的食物 让飘越路上冲击实用 看着飘越远去的背影 不免一阵后爬 这个像死神一样的男子 看来江湖上 又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了 郊外的一处阁楼 飘越坐在窗台 看着外面的风景 心中不免感叹 果然还是外面的世界好 七年 已经过去七年了 七年里飘越一刻 都没有忘记过去 但是如果一直无法忘记过去 大概会很难再有进步 不知青城派和峨眉派 他们怎么样了 如果现在去成都的话 应该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 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 只见三个人走了进来 为首女子一眼 就看到了同样在这里 休息的飘越 打趣道 是个长得超帅的哥哥呢 居然能在山中 遇到这种美男子 身后的男子拍着胸部表示 你应该感谢我呢 要不是我迷路了 你也遇不见他了 随后热情地和飘越 打起了招呼 我叫兰朱许兰朱 这位是高道士 得知他们几人 竟然目的地也是成都 兰朱热情地邀请飘越 和他们同行 飘越看着眼前的几人 觉得他们这个组合有点奇怪 但能肯定的是 这几人都是深藏不漏的高手 那个许兰朱是他们的首领啊 不过看起来不像啊 经过一番思考 飘越很是好奇 究竟是什么力量 把他们捆绑到了一起 决定和他们一起同行 在船上许兰朱询问 飘越为什么要去成都 飘越说打算去见见认识的人 并说你们又为什么去成都 我们是去做生意呢 这些人在一边闲聊 就看他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可是高道士却说不要多虑 你认为邪主会被一个男人迷惑吗 这一切都是犯戒好的 明明心肠像蜘蛛一样邪恶 还在那撒娇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这时忽然远方出现了一股声响 众人随声音望去 发现竟然有其他船只来了 待到近处众人看清之后 才发现是水贼 船员们本就没什么武力值 只能大叫救命 这时高道士出现在船长身后 表示需要帮忙吗 只见血僧从身后闪出 一个跳跃就跳上了水贼的船里 众人看着这个突脑的和尚 也感觉就是来送死的突鱼 瞬间红了眼睛一拥而上 就要把这个和尚杀了 只见血僧缠仗轻轻松松 就挡住了水贼的攻击 另一边船上的众人都惊掉了下巴 高道士表示这都是小意思 我们帮你解决水贼 报酬就定为五十两银子吧 高道士一脸得意 今天又有收入进账了真是爽歪歪 在血僧解决掉水贼之后 纵身一跃又回到了船上 拿着刚刚收取的报酬 飘越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心中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这帮人是靠武艺来挣钱的浪人 不过成都难道发生了混乱吗 俄妹派和青城派应该不会允许 在成都发生这种规模的纷争才对 莫非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很不好 很快船就到了岸边 飘越表示自己要在这里待一天 明天再去成都找他们会合 随着拦住众人的离去 飘越决定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走到酒馆里面 老板热情地招呼着飘越 此时饭馆的其他人 看着飘越的样貌不免闲言碎语 这个小白脸比女人还好看了 不知道是不是男人 可能是女人穿的男装才对 饭菜很快就上来了 就在飘越刚要食用的时候 只听哐当一声 一个手掌就拍在了桌子上 大声地质问飘越 你是男的吗 我叫张无乐 是酒镇标局的标头 我和同僚打赌 如果你是女扮男装 我就能获得二两银子 飘越面无表情地说道很可惜 你要失去二两银子了 张无乐邪恶地看着飘越 既然你说是男的 你脱了让我们确认一下吧 说着就上手准备脱飘越的衣服 男人每天都要让蛇咬一万次 哪怕忍受万蛇是新的痛苦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 渐渐的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 飘越本就帅气的脸庞变得更加俊俏 竟然有人把他当作女人调戏 说着就上手准备脱飘越的衣服 飘越哪里会惯着这帮人 只见手指轻轻一弹 一根筷子直接就插在了男人的眼睛上 众人见状满眼的震惊 竟然轻轻松松就让镖头受了伤 甚至觉得此人是个疯子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竟然就刺下了人家的眼睛 飘越看着求饶的张无乐 剩下的那只眼睛我也拿走了 让你知道下什么叫做有眼无珠 随后捡起竹签狠狠地扎向了另一只眼睛 众人满是惊讶 这人果真是个疯子 只见飘越手中拿起更多的竹签看向他们 电光火石之间就咀嚼掉了这帮人 随后冷冷地说道 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另一边许蓝珠等人已经赶到了成都市 觉得成都现在到处都洋溢着杀气腾腾的氛围 街上的行人有一半都带着武器 可蓝珠却觉得这样的氛围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他们本就是乱世发财的人 世道越乱越对他们有利 说话间蓝珠直接跳到了一个男人背上 此人正是黑云兵团团主张无良 高道士和血僧也都热情地打着招呼 此次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商量青城派和峨眉派的事情 两个门派从七年之前突然开始变得对立 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缘由 但是这两个四川省最大的两个门派对立 必将引起整个四川省的江湖纷争 张无良想要借助这次纷争完成自己的梦想 一日一早 休息一夜的飘越缓缓走下楼梯 却被一旁打扫卫生的酒店掌柜看见 顿时惊恐万愤 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 看似柔弱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么凶狠的一面 只能低声思语你不要过来啊 可谁知飘越竟然直接走到掌柜身前 吓得掌柜一跳 大人您有何吩咐 我想打听下这里谁会知道四川省门派之间发生的事情 只见掌柜说道 那您可以去火龙房 那是四川省将人们聚集起来产生的门派 和四川省各个门派之间有着很长时间的交易 你买个差不多的武器 然后问他们事情 他们就会给你答案的 火龙房内 飘越看着眼前的男孩正在敲击锤炼 男孩敲击的声音格外的明朗很是奇特 这时忽然出现一道胖胖的声音 直接就给了男孩一脚 大声的质问 谁让你擅自动锤了 做好你一个跑腿该做的事情 胖子光顾着责骂男孩 却没发现站在他身边的飘越 赶忙变了一副笑脸上前说道 让客人您见笑了 请问您是来买什么的 飘越并没有回答他 只是冷冷地说道 那个人他做错什么了吗 据说他是唐门的后裔 总是未经允许就想动锤子 可飘越却是一阵疑惑 唐门的后裔不能动锤 不动锤子难道动草吗 看见飘越的反应 老板猜到飘越肯定是第一次来四川 于是解释道 唐门是被灭的门牌 因为他们以前站在魔教那边 所以唐门可是古今第一个被封的门牌 在那之后就急速地衰落 然后完蛋了 对于四川省来说 唐门是四川江湖的叛徒 所以任何工坊都不会向唐门传授相关秘籍 因为他们害怕又发生以前那样的状况 这一切都是唐门自己的选择 飘越听着掌柜的解释 不免一阵叹息 明明是上一代犯下的错误 却要后代来背负 你们的订单很多呢 只见掌柜自豪地说道 那是自然 自从青城派和峨眉派产生纷争之后 我们的订单上升了两倍 虽然四川省都是人心惶惶的 但是我们却是裁员广进的 所有工坊的匠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这是一道声音吸引了飘越的注意 只见刚刚打铁的那名男孩 正在遭人围殴 口中一直念叨着 不知死活的家伙 居然感动我们都没摸过的锤子 飘越走近查看 不免心中一阵感叹 果然人类还不如禽兽 只要让步一次的话 就会把你逼到死 如果让忍耐成为习惯 就会一直活得像一只丧家之犬 说罢直接扔了一柄匕首到男孩深浅 你想怎么活 男孩看了看眼前的飘越 又看了看地上的匕首 他是选择捡起匕首还是放弃呢 请评论区告诉我答案 探讨下这个堂门 会不会有锤子功法 会不会和飘越有着某种联系呢 男孩本是堂门后裔 却因偷偷打铁 被人百般羞辱 如今有人站出来 给他扔了一把匕首 只见飘越冷冷地说道 如果让忍耐成为习惯 就会一直活得 像一只丧家之犬一般 你想要怎么选 一旁的混混上前说道 这是我们火龙方内部的事情 用不到你插嘴 飘越没有回答他们 只是冷冷地 看着趴在地上的男孩 想好了吗 你想怎么活 只见男孩一个飞身 就咬住了混混的脖子 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直接就悬在了混混的眼睛上 众人都惊呆了 他们想不到 平时随便欺负的一个人 如今怎么和畜生一样 还带咬人的 男孩只是冷冷地 回过头看着他们 你们什么时候 把我当人看了 我已经厌倦了 被你们毫无理由地殴打了 如今你们记好了 以后要是再碰我一下 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混混们也是放了一句狠话 走着瞧 拖起倒地的同伴就离开了 而说完这些话的 男孩好像终于松了一口气 眼神逐渐迷离 直接就摔倒在了飘越怀里 飘越扶着男孩的身体 来到了男孩的住所 发现男孩并没有受很重的伤 表示自己还有其他事情 转身就要离开 男孩马上询问到你要去哪里 飘越看着眼前的男孩 你好像很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情了 男孩干大地摸了摸头 咱俩半斤八两了 飘越表示有人欠我的债 我要去要回来 当初我被青城派和峨眉派 彻底的利用 之后被抛弃还被追杀 所以我要去找他们讨债 当然还有那些追随他们的门牌 男孩听到之后觉得飘越肯定是疯了 他想要凭借一己之力 去对抗整个四川省的势力 男孩随后便从床底下翻找一番 直接扔给了飘越一副刀刃 既然你要去报仇 就用我这副刀具吧 我们唐门没落的理由 也是因为峨眉派和青城派 虽然当初唐门也有过错 但是是因为他们唐门 才遭到了封门而没落 这些绝对是无法原谅的 而且你是第一个叫我不要忍耐的人 飘越也是不客气 直接就把刀具放在了身上 随后利落地在男孩面前耍了一阵飞斗 看得男孩一阵惊恶 匕首好像有了灵魂在自己活动一样 飘越觉得很是满意 决定给匕首起个名字 就叫幽灵匕首如何 我叫飘越 每当你再次听到我的名字 就证明我还在使用幽灵匕首 男孩也是一个抱拳 郑重的一个祝福 希望你一定要在四川省威名远扬 一日成都某酒馆内 飘越正在悠闲地吃着美味的食物 忽然被一个妙龄少女吸引了目光 迟迟地走向飘越 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你了 我是百花帮的吴扇侠 少年是习武之人吗 飘越只是冷冷地回答 你对陌生人这么关心的吗 飘越冷漠的态度瞬间引起了 吴扇侠侠的固满 竟然大声地吼道 对吴小姐这么无礼 跪下来给吴小姐道歉 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做 不会放过你的 青年见飘越丝毫没有下跪的意思 却被飘越轻轻松松一个后撤步躲过 青年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个家伙竟然躲过了自己的攻击 随后更加的愤怒 用出了青明方的绝技雷锋剑法 只见飘越丝毫没有闪躲 只是轻轻撩动了下法丝 淡定地就躲过了青年的攻击 留下青年一脸的惊恶 飘越淡定地走到了吴小姐身前 回头看着青年即将袭来的攻击 口中冷冷地说道 只有这种程度而已 双指向上扣住青年的下巴 一个用力直接就把青年摔倒在地 脸和大地来够了亲密接触 吴扇夏见状赶忙上前表示 说她不是坏人 只是过于担心小女子才挺身而出的 飘越并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地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吴扇夏马上表示 你说得对 所以她的错误我来负责如何 飘越一阵一火 你来负责 不过飘越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吴扇夏 甚至这个女人很不错 非常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 眼前这个美若天仙的女子 竟然想要刺杀自己的未婚夫 谁料竟然把自己交给了刺客 次日清晨无善下 看着眼前俊俏的男子 觉得飘越应该可以帮她一个忙 前不久雷一门门主上门提亲 让她嫁给雷一门的上门主南昊山 并且说如果拒绝这门侵蚀的话 他们雷一门就会去帮助清晨派 这样的话百花邦和峨眉派就会陷入窘境 因为她是峨眉的俗家弟子 并且许诺飘越如果灭掉南昊山 会让姑姑准备一份大礼送给她 她姑姑正是峨眉派的大弟子郑华 听到这里飘越顿时来了兴趣 郑所为山穷水路一无路 得来全不费功夫 而另一边 黑云兵团的许兰珠和同伴正在前往峨眉派 只见九华事态说道 身为浪人你们肯定不会免费帮我们踩队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许兰珠说道 这是当然 毕竟我们不能白白吃亏 黄金五十万两怎么样 很合适吧 虽然五十万能召集好几个兵团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像黑云兵团这么强大 如果你们拒绝的话 我们的人应该马上会去青城派 见状九华事态顿时暴梦 放肆 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袭来 顿时就让许兰珠受了内伤 不愧是峨眉派的掌握 这气势都如此强大 九华事态看着眼前的二人随后说道 说说你们真实的慕容 不会真的以为我会给你们五十万吧 许兰珠表示 我们只是一群出卖武艺的浪人吧 当然是哪里给的钱多就去哪里 谁给的钱多谁就是我们的主人 面对兰珠的回答 九华事态也是一脸淡点 很显然他们对青城派也是这么说的 青城派虽然比他们有优势 也保不起他们会为了胜利去雇佣这些人 虽然现在马上就能解决这两个人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 随时都能发生较大的冲突 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 随后决定 让郑华下山去和他们谈判 山下的某处客栈中 黑云兵团的团主张无良正在无聊地打着哈哈 这时高道士进来打断了张无良的思考 表示自己回来晚了 因为路上见到了个熟人 就是之前和你说过的 再来成都之前路上偶然遇见的一个叫飘跃的人 张无良却表示 你是说在这里又遇见他了吗 张无良陷入了沉思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不知为何总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或许是长时间有走于青城派和峨眉派之间 变得敏感了一些 可高道士缺一点沉思 团长的直觉一直很准 这件事绝不会是小事 咱们还有闲散的人员 派出去跟踪他吧 高道士对飘跃这个人也感到很是好奇 就在这时 医生团主哥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来人正是许兰珠 他把郑华和雪兰一起带来了 见状张无良微微一笑 既然峨眉的大弟子都来了 想必有很大的诚意呢 可郑华却一脸沉默表示 根据协商的结果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如果你们敢骑满本派 即使暂时放下和青城派的战争 也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后张无良热情地邀请郑华和雪兰 一起进屋商讨方案 这时一声大喝响起 只见郑华拍着桌子怒吼道 你们太狂妄了 居然想要塞外的交易权 这根本不像话 既然你们身为浪人 价格也要像个浪人一样才是 你们野心太大了 可张无良却微笑地表示 在此之前我们觉得并不过分 如果峨眉派成为了四川省的大主 这种程度的要求完全是小意思吧 郑华起身一掌打碎了桌子 看着郑华打碎的桌子 张无良微笑表示 既然这样的话 塞外交易权的事情 我们就让一搏 这桌子和茶展的钱 你们也不用管了 那就请帮我们在西部高原部分盘踞市里 郑华一阵思考 原来这帮人真正想要的 竟然是想要获得盘踞的地方 身为浪人集体 不想扎根在任何门派附近 所以打算在远离峨眉派的西部高原建立市里 这种程度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郑华一阵犹豫 虽然现在接受可以立刻获得他们的助力 但是在未来或许会成为巨大的负担 如果利用他们建成的帮派的话 倒是可惜 未来帮派的规模应该也不会很大 给他们一个安身的地方应该不满 如果出现问题 到时候再解决就好了 经过一番思考 郑华答应了张无良的提议 张无良也是一脸开心 没想到谈判这么顺利 如果对方是清澄派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容易答应 随后表示二位如果需要在这里过夜的话 可以帮忙收拾房间 郑华表示他们不在这里 他们要去百花榜 那里的少帮主正是他俗家的侄女 这时许蓝珠急匆匆的推开门 大喊着不好了不好了 男人刚刚谈成了一笔买卖 用一两银子买了一百亩地 为了这一天他已经两遍奔波了许久 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任务 想要留下两名女人留宿 不料这是许蓝珠急匆匆的推开门 大喊着不好了不好了 面对蓝珠的惊慌 张无良也是一阵愤怒 身为副团主 有在急的是你这么闯进来 成何体统 许蓝珠表示 雷一门的少门主被暗杀了 刺客没有抓住 而且雷一门认为这件事情是青城派做的 另一边 雷一门的门主泰然号全副武装地来到了青城派内部 青城派的掌门看着地上的棺果 表示带着副棺材来抑郁合围 这时泰然号瞬间暴怒 装什么算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随后直接就打开了棺果 一个尸体就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你看看这孩子的伤口 这分明就是你们青城派的七十二波剑法造成的 你还要狡辩吗 我弟子死于青城派的七十二波剑法 犯人肯定是你们青城派的人 泰然号看着眼前的青城派掌门 一定是青城派得知了 我们要和百花帮结亲从而向峨眉派提供支援 所以才行动杀掉了南昊山 青城派掌门让泰门主先冷静下来 不要那么着急下定论 泰然号表示 在我看来 这件事情有明确的证据不是吗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这时只听一声放肆 剑圣从掌门身后走了出来 竟敢来青城派撒野 绝对无法原谅 也不管掌门的阻碍 直接冲上去就给了泰然号一个风雷掌 表示真觉得我们好欺负吗 竟然用这种荒谬的手法污蔑本派 一旁的青城派掌门 赶忙上前阻止 师弟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你怎么能发动攻击呢 可剑圣表示 自己只是觉得状况很可笑 先压制他在了解状况也不迟 看着离去的剑上 掌门陷入了沉思 不知从何时起师弟就变了 变得粗暴了 虽然以前也粗鲁 但是却没有那么粗暴 一旁受了伤的泰然号 听到他们的谈话 表示原来这就是青城派的意思吗 以力量压制 不能提任何反对意见 这时掌门叫住了弟子青夜 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成都 去调查一下相关的事情 此时成都某酒馆内 关于南昊山的死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在猜测 是不是真是青城派杀的南昊山 毕竟光从武功痕迹 多少都能做出一些伪装 可也有人表示不同看法 像七十二波剑这种上乘的武功 都有独特的痕迹 别人绝对模仿不了的 如果真的是青城派杀了南昊山 这样下去 恐怕整个成都都会刮起心中血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在房中休息的朴月 把他们的谈话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吴善夏突然走了进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朴月 你是怎么做到的 用了什么手段 才让雷一门视青城派为凶手 可朴月却表示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死了不是吗 说吧托起吴善夏的下巴就像那傻 可吴善夏却扭过头说道 短期内不能和你见面了 之前和你说过的 峨眉派的大弟子郑华是我姑姑 这次他和他的师妹一起来了百花邦 只能我亲自去招待他们 据说来成都是为了 雇佣黑云兵团的浪人而来 黑云兵团在浪人集团中实力很强大 团长也非常的睿智 这次来短时间内应该会待在百花邦 虽然看见姑姑很开心 但是却不想见到姑姑的师妹 随后和飘月打了招呼便关门离去 飘月看着关上的门思考到 郑华那个女人来百花邦了吗 还有她的师妹 是那个女人吗 如今雷一门的男号山死了 青城派应该乱套了吧 另一边青城派的青叶也来到了案发现场 仔细地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想要从中发现些什么 不过看这些痕迹这分明 就是本派的72波剑法留下的痕迹才对 随后猜测凶手会不会是熟悉这种剑法的外部人所谓 以前发生过副本泄密的事情 但是副本中只有剑士没有内功心法 不过从现场来看能获得的消息并不多 于是决定猜测一下刺客是如何潜入的 仔细感受着发生的一切 瞬间让他想到了七年前的那名刺客 心里一阵后怕 不会是他吧 肯定不是 那个人肯定已经死了 傍晚 青叶带着重青城派的弟子 决定去找盟友津天门来安排他们的住宿问题 在路上走着好巧不巧的却遇见了罗梅派的郑华等人 青叶上前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那郑华事态 可郑华却表示 青叶你怎么在这里 你应该像你的名号建白鹤一样 像鹤一般在山里待着 青叶却表示那你呢 守山就应该很忙啊 怎么还有时间来着理操心别的事情 见状郑华表示 肯定是你们知道 雷一门少门主和百花帮少帮主之间有婚约才杀了他的吧 你们好了不起 把仁义都扔进马桶了吧 一旁的青叶也大声地怒吼道 哪里比得上贵派 为了杀本派的天才 足足筹划了七年 真不知道那种蛇蟹心肠从何而来 看着眼前争吵的两人 雪岚一脸无语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虽然这件事情根源在峨眉派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那个刺客真的能杀掉吴光山 虽然那个人很早之前就死了 但是现在我们却依旧被他纠缠着 明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时雪岚突然一惊 感觉发现了一道尖锐的视线在看着他 赶忙查找并没有看到什么 连忙否认是自己的错觉吗 而在人群中的飘跃 渐渐离开这里 脱下了披在身上的斗篷 露出俊俏的外表 心想 雪岚这个人直觉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差点就被发现了 不过既然想要点火 那就需要火源 男人天生双眼自带红色美瞳 刚年满18岁就被迫前去相亲 餐桌上大舅哥热情地打着招呼 早就听我家兰珠说过你的事情 总说一定要见你一次 张云良暗暗震惊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高手 虽然以华丽的服装和外貌作为伪装 但是却暗藏着强大的气势 随后表示 希望飘跃能够加入黑云兵团 他们想打造一个武林认可的门牌 如果飘跃加入 甚至可以把兰珠送给飘跃 飘跃却一脸淡定表示自己不太需要 一旁的蓝珠健壮马上就黑了脸 难道自己就这样被拒绝了吗 只见一旁的张云良突然大笑起来 开个玩笑而已 怎么表情和傻子似的不要那么紧张 红红烹的一声 猛地拍桌而起 我给你个忠告 可以的话以后不要碰到我 虽然我很好说话 但是也要分事情 飘跃健壮也冷冷地说道 那既然这样 我也给你个忠告 如果某天在路上掉了脑袋 可能是因为我 听到飘跃这样说 张无良也是阴沉着脸 只见飘跃微微一笑表示 我也是开玩笑的 你的表情怎么也和傻子一样那么严肃呢 夜晚百花帮内部 郑华正在和雪兰交谈 希望雪兰明早能够启程回到师父身边 和黑云兵团的签约进行得很顺利 虽然如今成都形势严峻 就算有问题也还有黑云兵团做挡箭牌 此时突然一声敲门声响起 吴扇下手吃果盘走了进来 表示怕姑姑孤单过来陪您唠唠嗑 郑华看见来人是吴扇下不免打趣的说道 脸蛋越来越好看 嘴越来越甜了 是谈了男朋友吗 吴扇下一脸娇羞 随后回答是的 不过目前还有些利用价值 最近雷一门的少门主不是死了吗 杀死他的可能就是在和我优惠的男人 听见吴扇下这么说 郑华马上不淡定了起来 再三追问是否确定是他 吴扇下赶忙摆手表示 还不确定 虽然有点怀疑 但是没有误证 等自己确认过后会和姑姑禀报的 这时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二人赶忙跑出去查看 只见峨眉弟子说道 是孔扇师姐被杀了 随后猜测这件事情肯定是青城派干的 他们派刺客杀了孔扇师姐 郑华看着倒地的孔扇师姐 一股愤怒瞬间涌上心头 发誓一定要抓到这个刺客 而孔扇被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黑云兵团那里 张云良心想这个孔扇是郑华的直系弟子 在峨眉派也算是核心人物了 居然让人在百花邦就那么傻了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站错队了 而一旁的副团主却表示 这反而来说可能是件好事 越被撼动 峨眉也就会越来越依赖我们 不过话说回来 他也很奇怪 青城派怎么会有这种水准的刺客 自从七年前血魔堂倒下之后 再也没有刺客团体能在四川立足了 自称名门正派的青城派 应该不会做雇佣刺客这种事情吧 甚至猜想会不会是有第三者接入 这句话也让张无良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叫做飘越的人 不免问道 摩云那边没有做特别的报告吗 随后副团主表示 摩云一直在监视那个人 四天来一直闭门不出 而摩云的实力 团主应该很清楚 所以消息应该是可信的 张云良表示 对摩云说暂时不要监视他了 集中于青城派的动向吧 此时张云良他们渐渐远离了庭院 来到了郑华的住处 郑华指着地上尸体上的伤口 一开始他以为是简单的剑伤 但是看到伤口之后 才发现这不是刀剑所造成的伤害 更像是一种尖细的银线造成的 随后问张云良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伤痕 此时张云良脑袋里都是飘跃的面庞 但是他仍无法确认 只能表示抱歉 而郑华却突然问问 在塞外的兵力什么时候才能到成都来 张云良表示要两天内才能集合 但是如果骑兵都到成都的话 应该会引起警戒的 郑华已经快被怒气冲昏了头脑 表示怕什么 只要速度足够快 瞬间铲平他们就好了 张无良文言一脸震惊 莫非要立刻发动全面战争吗 郑华表示 我会给你们想要的补偿 怎么 怕了 我发过誓的 绝不和清城派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准备好迎接死亡吧 男人应长得太过俊俏 经常被人当作女人进行骚扰 可惜男人竟然是一个无情杀手 那天 飘跃和往常一样在饭馆吃面 一抬头便发现了一个女人来到她的面前 顺带还抛了个媚眼 哥哥面好吃吗 我过来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也顺便过来和你道个歉 飘跃一脸疑惑 看来这顿饭是没法安稳地吃完了 许兰珠表示 那天餐桌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有些无理了 另外当时团主邀请您加入黑云兵团的事情 希望您再考虑下如何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一个男人出现在了许兰珠背后 甚至还用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许兰珠嫌弃地推开他的手 愤怒地说道 你怎么来了 难不成一直在跟踪我吗 无路笑呵呵地表示 什么叫跟啊 我是受团主的命令才来的 随后目光一瞥就看到了在一旁的俊俏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飘跃吗 果然如传闻一般长得很好看的真是绝了 许兰珠一脸鄙夷地看着无路 请你不要产生那种不切实际变态的想法 只见飘跃缓缓地张开嘴说道 我只原谅你这一次 我数到三把你的眼睛挪开 否则我会让你到此为止什么都看不到 无路好像没听明白飘跃说的意思 甚至还一脸戏谑地看着飘跃 小美人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飘跃不为所动 只是在冷冷地说着 一二三 随着三的话音刚落 表约一个挥笔 一双筷子就朝着无路的面门而去 不料却被他挡下来 随后暴怒而起 双拳高高举起随后落下 瞬间就打碎了面前的桌子 许兰珠见状想要上去阻止 奈何飘跃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只见飘跃高高跳起 试魂丝已经缠绕周身 无路直接就被干倒 瞬间跪地不起 飘跃抓起无路的头 用那双血红的眼睛看着他 一双手慢慢地伸向了他的眼珠 只见一阵惨叫声响起 飘跃扔下倒地不起的无路 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许兰珠看着地上的无路 又看了看飘跃 随后请求说道 哥哥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这家伙为他的无礼付出了代价 没有必要再留学了放过他吧 看着飘跃没有再出手的意思 许兰珠深深叹了一口气 随后叫住了飘跃 表示让飘跃小心一点 如果一直这样随心所欲的 做事不顾后果 可能会有非来横祸的 飘跃并没有理会 只是独自地离开了 张云良看着床上的无路 也是一阵无语 所以这个家伙 是因为看了男人 才变成这副样子的吗 偏偏在这种重要时刻 发生了这种事 随后表示 等骑兵会合后 把飘跃和清澄派一起解决吧 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 而另一边清澄派的弟子请验 为了查找到刺杀雷一门少主的真凶 竟然找到了专门买卖情报的组织 吴三表示 只有使用了清澄派武功这一线索 要找到凶手就如大海捞针一般 随后仔细一想 最近成都倒是有一些吸引人的传闻 有一个叫做飘跃的人 有着飞人一般的美丽容貌 却是手段残酷的一个高手 但是也不能说他就是凶手 但他却是与清澄道长要找的人 条件最接近的一个 随后清澄扔下钱便离开了 临走吴三还不忘说一句 如果需要帮助随时可以来找我 清澄走后 吴三还在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凶手真的是那个叫飘跃的人吗 随后拿起一本资料看了起来 上面竟然是飘跃的个人资料 看着手上的资料 吴三陷入了沉思 这个人真的是杀死南昊山的刺客吗 思考后决定将飘跃的资料传给总 让总部来进行判断 从今往后这个男人 就将活在本团的监视之中了 忽然一双洁白的手臂 从吴三的身后伸了出来 一把就拿到了面前的资料 而吴三被无数条细线 牢牢地绑在了椅子上 看着身后的黑影表示 你是何人 飘跃并没有离婚 只是自顾自地看着喃喃自语 我猜到成都没有多久 竟然就调查了这么多了 听到飘跃的话 吴三瞬间感觉不妙 直接表示自己是暗网成都分部的会长 如果你要是敢害了我 暗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而飘跃只是冷冷地说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我才来的 因为我不喜欢有人未经我的允许 就探测我的情报 听闻吴三瞬间震惊 他已经猜到了来的人是谁 并且还就这么告诉了自己的身份 瞬间感觉自己要被灭口 连忙改口求饶 表示那本书除了我以外 还没有任何人看过 飘跃并没有听闻他的鬼话 并说真是可笑 明明刚才还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别人 随后也不管吴三的求饶 直接便让他的身体分了家 随后的一段时间 成都到处火光冲天 战争还是来了 看着到处烧毁的房屋 和死伤的人们 张云良表示这一切像在做噩梦一般 清澄和峨眉的弟子 还在互相打着嘴炮 是你们杀死孔善师妹的 是你们指使刺客刺杀吴师叔 场面无比混乱 这时火龙帮帮主包山海出现 想要阻止这场战争 不料却被远处飞来的弓箭射伤 火龙帮的成员见帮主受伤 纷纷表示竟敢攻击帮主大人 无法原谅他们 随后也加入了战斗中 张云良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不免皱起了眉头 这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 牵扯了这么多的门牌 再这样持续下去 对峨眉派将会很不利 随后看向身后的高道士 准备召集黑云兵团全体成员 我们也该加入这场战斗了 随着战斗的持续深入 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和死去的人们 郑华看着对面的青叶 愤怒地表示 你们青城派居然派刺客刺杀我的弟子 还自诩什么名门正派 要不要点脸了 而青叶也表示 最先越界的是你们峨眉派 是你们先雇佣刺客杀了雷一门少门主南昊山 郑华听闻表示 你胡说 刺客明明用的是青城派的武功 你怎么敢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随后高高跃起就冲向了青叶 瞬间战斗了在了一起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 而战场的另一边 雪兰却在战斗中保护着一个弟子 奈何人数实在太多 最终还是没有保护好这个弟子 还是倒在了战场当中 雪兰伤心地落下眼泪 她知道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他们峨眉派 是他们亲手策划了这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她很犹豫 加入反对青城派的战争 正是因为她的优柔寡断 自己门派的人已经死了这么多了 觉得自己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而另一边战场上的张无良 正在四处打量着战场 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自己的骑兵还迟迟没有到来 难道是青城派暗中截胡了吗 这不可能啊 战斗已经打响了 青城派现在根本没有那个余地才对 事情发展得很奇怪 好像有人在背后火上浇油 随后叫来手下雪豹 让他离开战斗现场去搜寻这片区域 去寻找一下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 随后雪豹飞跃而起 从战场上掠过 看着战斗的痕迹 越发觉得这一切就是有人在主导 如今随处都在战斗 那个人应该不会在这里猜对 而且战场上似乎也没有这样一个人 那么他应该在哪里呢 随后雪豹看见了一个高耸露云的大树 这棵大树在成都人眼中是被认为是神圣的树 因为它足够大 能够很清楚地观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 会是在这里吗 于是跳上大树就准备搜查一番 就在这时雪豹好像发现了什么 莲芒喊了起来 一个混蛋 果然在这里 只见一个隐藏在黑袍下的人 周身环绕无数细弦 犹如死神一般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在雪豹愣神之际 无数飞刀向他洗来 雪豹莲芒躲避 心中不免一惊 这个人竟然可以用魅力操纵匕首 怎么会有这样可怕的人出现在这里 只是一瞬间 雪豹就被黑衣人牢牢抓在了手里 瞬间就被绞杀没有残留一丝生气 继续在暗处观看着战场的一切 雪兰出现在郑华和清夜的战斗当中 搀扶着受了重伤的郑华 看了一眼对面的清夜表示要带郑华回去 而清夜只是冷漠地点了点头 较上赶来的弟子表示 走吧我们也回去 随后下达全部撤离的命令 这场战斗暂时得到了缓解 而在撤离的峨眉派弟子口中说着 郑华师姐受了很重的伤 我们赶快回去 这一切都被在树上躲藏的飘跃听得清清楚楚 峨眉派的郑华受伤了 这是多好的结果呀 这一切还没完呢等着吧 男人终日与蛇为伴 却意外练就绝世武功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十四年前 一场江湖阴谋让他变成了一名刺客 在得知峨眉派的郑华受到重伤之后 飘跃满脸的得意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百花帮内部 两名峨眉弟子还在为郑华受伤的事情窃窃私语 只见雪兰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让他们不要分心 好好检查百花帮的防御系统 预防清城派可能再次发起的进攻 另外马上放出信歌到总部请求增援 雪兰早已想到 这一切明显是有人在操纵 她必须要尽快找出幕后主使 而躺在床上休息的郑华 忽然被一道看人生惊醒 就要询问来人是谁 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出现在了她面前 黑漆漆的袍子下面隐藏着一双血红的双眼 散发着凌厉的气势 看着床上的郑华淡淡开口 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吗 而郑华也是一阵思索 好像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只见黑鹰走到郑华床前 你不记得我 我可记得你呢 在过去的七年里 我每时每刻都没有忘记过你 你还记得是谁弄下了你的眼睛吗 飘越随后卸下伪装露出俊俏的外表 看到这里郑华一脸震惊 是你 你是当时的那名刺客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个时候你明明死了 剑圣说已经把你扔进舌洞里了 飘越看着躺在床上的郑华俯身说道 没错是我 那个时候真是把我弄得一团糟了 但是 现在是时候让我把你弄得一团糟 然后扔出去 我就是那个杀死孔扇和南昊山的人 听到飘越的回答 郑华也是一脸震惊 没有康复的身体再次受到内伤 眼睛渗出鲜血 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杀害孔扇与俄眉派为敌 你难道不怕面对无止境地追杀吗 忽然郑华瞳孔瞬间放大 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 是他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男人的阴谋 飘越看着已经无法反抗的郑华冷冷地说道 老实说 我变成这样是你们造成的 如果没有你们 我们也不会成为刺客 也不会踏上这条不归路 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好事的 因为今天我要去杀掉青城派的青叶 他会死在俄眉派的绝技之一飘云长 你猜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而且在山上的那些人也该下来了 不管他们躲在那里 我都会把他们找出来 眼见飘越竟然有这么狡猾的计划 郑华虚弱地支撑自己的身体坐了起来 伸出无力的手掌想要抓住飘越 然后弄死他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青城和峨眉最终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而飘越只是无动于中任由抓住他自己的衣服 如今的郑华早已是案板上的羔羊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一代高手就这样落下帷幕 飘越难难自语 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会让他们都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另一边 张云良等人看着死去弟子雪豹的尸体 也是一脸震惊 竟然和杀死恐善的手法一模一样 这种杀人的手法这种细细的伤口 并然是匕首或者短剑造成的伤害 再看一眼受伤的无路 立马就反应过来 瞬间猜到了这一切原来都是飘越干的 连忙吩咐手下马上召集兵团集合 一定要去把飘越抓回来 他想要亲自审问飘越 然后把飘越大协罢款 身为死神化身的飘越 该如何化解三面危机 敬请期待下一集 感谢点赞支持 男人本是一名乞丐 却意外落入一场阴谋当中 被当作刺客培养了七年 然而身边的铜蛋一个一个都先后死亡 只留下他一人存活在世上 飘越发誓这一切都要血债血偿 这一切都是峨眉派和清澄派的阴谋 在解决掉峨眉派的振华之后 飘越躲在暗处静待时机 而此时飘越住的酒店被人暴力揣开 来人竟然是许兰珠高道是女人 随后便打量起了房间 看起来飘越应该已经从旅店逃走了 先是小祖说从昨晚就没看到他回来 会不会是知道我们要来这里 而换了住宿的地方 高道是表示 应该不是 看样子只是飘越付了房间的钱 但是没有来这里 而一旁的许兰珠也是一阵懊恼 回想自己怎么会被飘越给命活 如果让自己再遇见他 一定会活泼了他的皮 一旁的高道是在仔细打量的四周 飘越既然不在这里面会在哪里呢 难不成又在别的地方进行捣乱呢 而另一边 飘越在解决掉振华之后 果然又来到了清夜的房间 正在疗伤的清夜 感觉到了来人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带着躲篷的人 此人敢独自悄悄前来 应该是个不速之客 只见黑袍下隐藏的身形冷冷说出了四个字 我叫飘越 清夜脑海中在回想着这个名字 确认自己好像没有听 于是询问道 深夜前来找我是有什么目的吧 只见飘越冷笑地回答道 你说呢 半夜能偷偷来找你的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来的 听见飘越这样说 清夜眉头一嘴 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 开口道 雷一门的上门组和峨眉派的弟子 不是你杀的 飘越只是淡定地点了点头 没错 我是一名刺客 是峨眉派把我培养成了刺客 从那以后 清城派将我视为整个四川的敌人 听到是峨眉派的刺客 清夜不再淡定 大吼道 莫非你就是七年前 刺杀无光深的那名刺客 随后手举长剑 摆出攻击架势 飘越 你今天犯了大错 身为刺客 如果你一直隐藏在黑暗中 或许能够保留你心 但是现在你竟然站在这 那么就由我来终结掉你的人生吧 说吧直接朝着飘越飞奔而去 只见飘越不慌不忙 犹如死神一般周身是魂丝缠绕 只是一瞬间就把清夜困在了空中 随后摆出飘雪穿人掌的架势 就要进行反击 而清夜好像看出了飘越用的高氏一阵震惊 他可能会有额眉派的舞步 飘越可没有理会清夜的震惊 冷冷地说道 替我去下面带我想郑华问个好人 随后直接一掌拍出打在了清夜的身体 刺眼的光芒冲天而起 强大的战斗连整个屋子都震惊 听到声响的清晨派弟子 连忙往这边赶来 看着倒地的清夜拼命呼喊着名字 而奄奄一息的清夜只是露出无奈的眼神 叹息道 我们创造一个怪物 话音刚落就永久地闭上了眼睛 随后清晨派的弟子们 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喊着口号 要为师兄盗走 一定是峨眉派杀了清夜师兄 无法容忍简直气人太深 而这一切都被暗处的飘越看在眼里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好戏即将开始了 众人高举拳头高喊为师兄盗走 那以后 清晨和峨眉的人们 不分黑夜白天的自相残杀 关于怀疑是否是某人的伎俩的问题 也都没去想 只想着如何把面前的人杀掉 男人策划了一场阴谋 导致两大门派互相残杀 永兰走在战场当中浑身沾满了血迹 不免面露难色 这里真是和炼狱一样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此时张无良也从战场当中出现 叫住了血案 表示自己关于最近的杀人事件 有情况要禀报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很可能是和一个叫飘跃的人有关 血蓝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表情微微一愣 飘跃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随后猛的瞳孔放大 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 竟然是那个人 而另一边还在山上的峨眉长教 在得知消息之后一脸的痛心 郑华那个孩子是何等人物 居然有人能把他杀了 原来都是那个叫做飘跃的人搞的鬼 没想到七年前刺杀吴光森的那名刺客 竟然还活着 并且还让峨眉和青城派自相残杀 随后掌教也是一阵思索 青城派的武功是我们教的 但是那个家伙怎么还会 我们峨眉的飘雪穿云掌呢 一旁的弟子表示 这只是猜测 在七年前地下宫殿的时候 有个叫孔云的弟子 一直将秘籍抄写本随身携带 我们猜测会不会是从那个抄写本上学到的呢 听到此话的掌教也是一阵愤怒 你们这帮蠢货 竟然能将秘籍随身携带 面对法师的愤怒弟子也只能表示 现在也就只有这个可能了 而青城派是不会听这些推理的 那么只能先抓住那个叫做飘越的刺客了 掌教决定自己要亲自带队去抓飘越 亵渎峨眉的罪 必须用他自己的手亲自处决 而此时的火龙方街道 飘越冷静地看着这里的一切 这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明明是制作杀人道具的地方 却竟是些自以为高尚却欺负他人的家伙 看着坐在墙角的唐浩 这些家伙如何处理由你来决定 只要你说我都可以帮你做到 随后唐浩抬头看了眼前如死神一般的飘越 冷冷地说道给他们都杀了 而飘越也没有废话 血红的眼睛仿佛有赞赏的意思 只说了一个好字 带着唐浩就往处走 随后拿出了唐浩送他的那把匕首 是魂丝缠绕在匕首一端 一走一步无不带走一条生命 唐浩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脸兴奋 真没有想到自己制作的武器竟然有这样的威力 随后跪在地下对飘越表示感谢 多亏了飘越自己才能报仇 还一脸兴奋地看着飘越 既然你把我带出来了 你一定是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吧 而飘越只是看着眼前的唐浩嘴角微微上扬 他心里又在酝酿什么阴谋呢 男人被尊称第一剑圣 如今竟然变得杀人如马 只见他双眼通红 一掌就将雷一门掌门太浩然拍死在面前 面对剑圣这一举动 身后的无情师弟也是一脸惊慌 不知道太浩然究竟做了什么 惹得剑圣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剑圣为何要这样做 只见剑圣阴沉着脸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因为他青夜才死的 任何参与过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 掌门看着浑身散发杀气的剑圣不免感叹 到底在七年前那个地下发生了什么 师弟的心魔竟然如此严重 他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随后伴随着剑圣一声大喝 七年前因为峨眉派的指使 我们失去了光深这位百年一遇的天才 而如今又失去青夜这个年轻一代的翘楚 青城派的未来都断送在了这里 我一直听师兄的话在隐忍 而如今却是这么个结果 从现在起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随后从天而起离开了青城派 看着离开的剑圣 掌门和弟子不免吃惊 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了 从吴光生死后吴师弟他就一直在闭关 如今成都动乱成这样也没见他行动 他的折据终究没能达成峨眉所愿 如果剑圣和吴师弟会合起来 估计又会在江湖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随后师弟表示自己需要下山一趟 此次事件很奇怪 必须要去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 而一旁的青城掌门认同这个想法 并让其带上执法堂的人一同下山 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镇压一切 另外也查查剑圣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心魔 青城派的命运就靠你了 而此刻 飘越正在一个昏暗的房间当中 阅读着从吴三那里获取的书籍 不愧是强大的情报组织 上面记录了所有成都武林人士的信息 如果自己把上面的信息都背下来 早晚会派上用途 随后站起来望向窗外的一片火海 这场战斗死了很多人 但飘越对自己引起的战争并不后悔 因为罪恶感这种东西 早在地下洞穴的时候就被丢弃了 从被困地下的那个瞬间开始 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回头已经太迟了 因为他不知道除了这样 他还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但即便是这种刀山火海的人生 也不能轻易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即使死亡也要坚持到最后 而此时成都板花帮内 弟子们正在全力救助伤患 可也让弟子犯了难 伤员这么多如今带来的药材都已经用完了 而雪岚却表示不用担心 自己已经安排妥当 让大家专注于治疗和恢复身体 不用担心药材物资的问题 这一幕被张云良等人看在眼里 不免一阵惊恶 峨眉竟然还有如此人才 在这种形式下还能确保物资的供应 实在是很了不起 而一旁的高道士表示 据说这是峨眉才能最高的人 平时非常的安静 加上大弟子郑华实力也是不俗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 如今因为郑华已经不在了 才能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能吧 此人非常擅长用人之术 如果他成为了掌门 峨眉派应该能够变得更加辉煌 就在此时张云良和高道士 全部惊恐了起来 感受到了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只见大门戈之一声打开 一鸣白发老者缓缓走来 浑身散发强大的杀气 此人正是峨眉派掌门人九华实态 众弟子健壮赶忙跪地向师太问候 而身后的张云良等人也是一阵震惊 竟然惊动了九华实态 也对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 只见吴扇下慌忙地跑过来 微笑着表示欢迎掌教 可当他抬头看到掌教的眼睛不免一惊 掌教的眼神怎么那么可怕 随后九华实态就朝着议事厅走去 回头特意看了一眼张云良和高道士 让他们一同前往议事厅 一旁的高道士满脸不乐意 虽然现在很想离开 不过此刻好像别无选择 议事厅内众人正经危坐 在听完雪岚对此次事件所有的报告之后 得知这一切都和一个叫做飘跃的人有关 九华实态也是一阵思索 随后猛地睁开眼看向一旁的吴扇下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你和飘跃是什么关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 吴扇下还没搞明白状况 他不明白此事怎么会和飘跃有关 见状九华实态直接上前抓起他漂亮的脸蛋 露出恶魔一般的面孔 看着我的眼睛我可不喜欢撒谎的人 为什么我说飘跃的时候你会坐立不安 你和飘跃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一幕让娇艳的吴扇下大惊失色 一脸惶恐的他眼泪哗哗地流着 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无助地说着抱歉 自己只是想利用飘跃 却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希望九华实态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一定会亲手将其抓来 因为飘跃信任自己 很容易就能落入拳头 听完这些九华实态却突然变了温柔了起来 看向已经哭成泪人的吴扇下 温柔地摸着他的头 你不该杀掉雷萌上门主男号山的 吴扇下以为得到了原谅 表示以后都会按照九华实态的去做 这一幕都被远处的雪兰看在眼里 看见掌门的手伸向了吴扇下的脸颊 瞬间感觉到了不妙 马上大喊掌门不要 话音刚落只见吴扇下已经当场毙命 直到死亡都睁着双眼 他不明白怎么会是这种结果 本是花一样的女子如今就这样凋零 九华实态的做法让雪兰彻底看不下去了 随后爆发出全身的内力 大声呵斥着九华实态 长教不应该杀了吴扇下的 他又不是故意的 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长教你都不应该杀了他的 一旁的张无良和高道士也是一阵震惊 没想到雪兰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而面对雪兰的呵斥 郑华实态却一脸慈祥地看着雪兰 你终于展现了你真正的力量了 随后竟然轻柔地教导起来 现在你必须学会成长 如果一个人犯了该死的错误 那么他就必须死 等有一天你爬上我的位置 你就会理解我的 不要再像个孩子一样任性 赶紧离开房间 百华邦和俄美本是同源 这次我会亲自带领他们 听到掌门的话 雪兰也是气得牙痒痒 可她也无能为力 随后只能独自离开了房间 而此刻张云良等人也终于明白 原来九华实态一开始就打算杀掉吴善侠 从而彻底将百华邦纳入囊中 还真是一个心思缜密 武功高强的狠辣角色 看来想要控制她比想象中要难很多了 这时九华实态突然说话 表示需要黑云兵团全力追查飘越的下落 面对九华实太恐怖的眼神威胁 张云良只能先答应下来 夜晚吴善下的尸体被白布包裹 随意地抛弃在荒山野里 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 仿佛在诉说着命运的不公 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出现在尸体面前 看着死亡的吴善下感慨万千 细心地用尸块垒起了一座坟队 随后坐在一旁陪她看起了雨中的成都夜色 飘越没有说一句抱歉 因为她知道他们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但是飘越还是决定会为吴善下报仇 平一己之力就让武林两大门派自相残杀 竟只是为了当初的一个承诺 飘越在枯井旁边看着城市战火纷飞 忽然一阵声音引起了飘越的注意 回头望去竟然是许久未见的许兰珠 俏皮地和飘越打着招呼 飘越只是看了一眼便冷漠地说道 不是一个人来 恐怕不是只想找我许就这么简单吧 高道士与血僧从身后缓缓走出 许兰珠微笑地表示 希望你能再次考虑下加入黑云兵团 飘越冷漠地看着许兰珠 如果我说拒绝了 许兰珠面色一变 那我们就要执行雇主的所托 杀了你 可就在这时 高道士却拦住了想要上前的许兰珠 我们已经知晓你的身份 如今你只需要比现在更好的隐藏起来就行了 我们会告诉峨眉派你已经被杀 就算以后被峨眉的人发现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会来招惹你了 飘越已经从这行人的所作所为中猜测 他们的雇主就是峨眉 随后说道 这么轻易地背叛客户 难道对浪人团体来说 信誉不是最重要的吗 高道士顿时哈哈大笑 如今的世道谁还在乎这种东西 我不讨厌你 所以不想杀你 再考虑一下加入黑云兵团吧 飘越冷哼一声 用带着戏谑的眼神看了一旁的高道士 我拒绝 因为对刺客来说 信任是很重要的事情 飘越想起李秀敏临死那天说的话 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体会我的感受 那种可怕的无力感 被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碾压 而一旁的许兰珠听到后却眉头一皱 飘越这个样子难道她是被人雇佣的吗 是谁雇佣她在成都做这些事情吗 忽然她好像想到了什么 你的雇主是个女人吧 因为一个男人可以奋不顾身世 一定是因为某个女人 许兰珠突然拿出了皮鞭 飞身就冲向了飘越 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手中皮鞭猛地朝着飘越挥出 飘越并没有闪避 只是心意一动 旁边的剑主就哐当一声爆炸了 散落的石块变成暗器 全部朝着许兰珠飞去 许兰珠见状赶忙抬手去挡 可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空旷的周围已经没有了飘越的迹象 这时张云良也从他们的身后走出 抬手一指 他在上面 只见一黑袍男子矗立在屋顶之上 月光下如死神降临一般 随后张云良眼神一变 一改往日微笑的模样 杀了他 只见张云良身后的丛林中 顿时飞出无数条人影 全部冲向了飘越 飘越周身是魂丝缠绕 宛如死神一般 飘越看着下面的张云良 你带了这么多人来就为了杀我一个 张云良微微一笑 这些可不是全部 随后身后又出现了几万名全部武装的士兵 飘越看到这里没有丝毫畏惧 你会为你的决定后悔 你不该参与到我的战争当中 另一边 因为这场阴谋痛失爱子的吴山 在儿子死后 便一蹶不振 独自在深山中闭门不出 直到今天 他的师弟上门拜访 从师弟口中得知 已经找到了刺客的踪迹 杀死雷一门上门主的人 和七年前杀死吴光深的是一个人 听到这里吴山顿时暴怒 积压多年的痛苦 如今全部化成了愤怒 手中的茶杯瞬间破裂 七年的丧亲之痛 让他在一瞬间转变成了愤怒 发誓一定要亲手杀掉那名刺客为儿子报仇 男人本是一介乞丐 如今武功大成 却让整座城市陷入战火纷飞 这只是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面对张云良的挑衅 飘越并没有理会 拔腿就跑 殊不知这一切早已在飘越的算计之中 人是顿时大惊 只见房檐上出现一群人 竟然都在追逐一名全身被黑袍包裹的少年 他们谈论的动静吸引了飘越的注意 还没等二人反应过来 飘越便朝着二人袭来 只是一瞬间其中的一人便惨死在飘越的攻击之下 另一人呆呆地看着倒地的同伴 愤怒地看向飘越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突然杀了他 可话还没说完 飘越直接一个抢戏 就让他去陪朋友做了班 一起上路不孤单 二人的同伙也陆续赶到 看着眼前黑袍下的男人 显得额外的害怕 这黑袍男子竟如死神一般 而飘越身后的许兰珠等人也是一脸震惊 飘越竟然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 最可气的是那些人好像把我们和飘越当成了一伙人 飘越冷笑地看着许兰珠他们 好像在说好戏开场了 让你们不要参与到我的战争中 随后把第二期跑掉了 留下许兰珠和高道士等人恨得牙痒了 飘越跑了 这帮人把他们认成了一伙 看着来势汹汹的众人 许兰珠想要解释什么 却被血僧揽了下来 你们去追飘越吧 这里交给我 就让我来解除众人的误会 把阿弥陀佛 如今的成都早已乱成一片 峨眉和清城的弟子在互相残杀 谁都不肯放过彼此 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 早已变得一片火海 追上来的张云良等人看着眼前的景象 内心一阵触动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这名小小的刺客引起的 飘越看着这座城市 看来那些大人物也应该都要出来了 回头看向许兰珠等人 虽然结果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得谢谢你们 这个战场将会变得更加美丽 许兰珠有点看不下去了 他没想到飘越竟然能做到这个地步 愤怒地挥舞着皮鞭就要杀了飘越 眼看攻击即将到了身前 猛地跳跃而起 躲过了这一记攻击 高道士也伺机而动 手握长刀 准备给飘越来一记漂亮的拔刀斩 接下来就让我们到此为止结束吧 拔刀斩瞬间斩出 而飘越只是利用周身缠绕的弑魂丝 再度二次起跳躲过了攻击 随后周身旋转 俯冲向下 弑魂丝缠绕着匕首 向高道士起来 他终于展现实力准备反击了吗 不过匕首的速度是在太快 他竟然看不清匕首的攻击方式 可能拼命地进行抵挡 奈何速度太快 还是没有挡下这一记 随着扑刺一声 高道士的手臂直接就被斩断了 瞬间疼得他哇哇大叫 飘越落在了高道士身前 好像在考虑如何杀了他 许兰朱顿感不妙 连忙大喊住手 高道士看着眼前的飘越 捂着自己断掉手臂的伤口 内心惶恐不安 没想到飘越竟然这么厉害 自己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一声爆和响起 只见张云两手持长枪气冲冲地走来 无比愤怒地看着飘越 我叫你住手 随后手握长枪猛地扔出 长枪如离璇的剑朝着飘越飞去 看着即将飞来的长枪 飘越十分淡定 看不出一丝慌张 随后猛地抓起了地上的高道士 挡在了自己身前 只听扑刺一声 高道士就这样被张无良的长枪刺穿了身体 倒在了地上 这一幕让张云两等人大吃一惊 他竟然拿人来挡 飘越冷冷地看着地上的高道士 我可没有杀你 随后瞳孔而起 就这样消失在了夜色里 留下一脸伤心的许兰朱 抱着高道士的身体 满眼的泪花 高道士就这样倒在了许兰朱的怀里 他发誓一定要让飘越不得好死 团长你去追那个混蛋 一定要抓住他 把他碎尸万段 用他的血来祭奠高道士 堂堂峨眉派的长教 竟然当众被人叫做老巫婆 却可惹恼了九华世泰 身为长教多年还没人对他如此的不敬 他这次下山就是为了平息如今成都的战乱 没成想竟然被火龙房的众人叫做老巫婆 随后挥舞着禅杖 就要给对他不敬的人点教训 面对九华世泰的攻势火龙方的老大心里一惊 早就听说这个巫婆实力不凡 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仅仅只是用了一招 就被打得吐了血 九华看准时机高高跃起 就要准备给他来个致命一击 口中喃喃到一切都结束吧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身影手持重剑 竟然挡住了九华的攻击 待看青来人 才发现竟然是清城派的剑胜无名 两个门派的高手就这样四目相对 剑胜开口冷哼道 许久不见了九华世泰 为了见到你 我已经等待了漫长的七年 如果不是七年前 哥哥拒绝了我消灭峨眉派的剑影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更早见面才对 面对剑胜的话语 九华世泰并没有理会 只是自顾自的疑惑了一下 他从剑胜身上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能量波动 难道是在这七年当中获得了什么启发吗 随后表示 没想到你身上竟然有如此不纯的能量散除 他自认为对清城派的武功有足够的了解 却没成想清城派 竟然藏着这么一种有些诡异的武术 而剑胜却表示 自己只是学了一些新的武术而已 不要用你那狭窄的眼光衡量清城派 清城的能力远比你想象的厉害 只见九华世泰阴沉着脸 那你可是太伟大了 伟大到一个小小的刺客就能愚弄你 你在地下洞穴里干掉的那名刺客还活着你可知道 剑胜一脸震惊 羞的胡说 他已经死了 九华世泰继续逼问 你检查过他的尸体吗 只见剑胜一阵思索 回想着当初在地下洞穴的那一晚 自己当初确实没有查看他到底死没死 不免有些疑惑 难道那名刺客真的还活着吗 九华世泰冷笑道 是他导致了这一切 是他杀死了一门上门主 杀死清明和孔善的也是他 剑胜还是不敢相信 难道自己真的被一名刺客给戏耍了吗 如你所见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当下我们应该先解决掉那名刺客 然后再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密谋着什么更大的阴谋 面对这个提议 剑胜直接表示拒绝 顿时周深一股强大的气势散开 冷冷地看着九华世泰 命令他完成暗杀任务的人就在我面前 我怎么会失去这样一个杀掉你的黄金机会呢 随后一声令下 青城七剑客听令 帮助火龙方铲除峨眉派的这群恶夫 面对向他走来的众人 九华世泰一脸叹息 你可真固执 随后周深同样散发凌厉的气势 我给你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路走 而你却选择了死路一条 剑胜愤怒地看着九华世泰 用你的死来赎你的罪把老巫婆 两大高手四目相对 凌厉的气势不相上下 一步一步地走向对方 每走一步地面都被阵炼 随着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大战一触即发 只听哐当一声 二人战斗在了一起 那场面顿时火光冲天 而此刻飘跃正在森林中奔袭 后面跟着一群追他的人 路过森林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场战斗 不免一阵邪笑 这帮老家伙终于来了 好戏就要开场了呢 他孤单一人被百名骑兵追杀 一个动作竟吓坏了骑兵手里 只见他如幽灵一般穿梭在骑兵中间 双脚凌空而起踏空而行 飘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即使张云良骑在马背上还是跟不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是很难相信 他是在用能量制造线 然后在半空中踩上去进行奔跑 竟然用这么诡异的方式逃跑 张云良暗暗发誓不管怎样 自己一定会追上他杀了他 随后举起手中的长矛 手下的士兵们也都纷纷笑话 举起长矛朝着飘跃的方向扔出 面对即将到来的攻击 飘跃并没有慌张 却突然调转身形 朝着长矛飞来的方向袭来 这一幕令张云良一阵吃惊 按理来说飘跃应该往远方逃窜才对 怎么现在会朝着我们跑过来 可当骑兵们惊恐时 飘跃又再一次地消失了 当下四处寻找飘跃的身影 他们从没感受到如此压迫 殊不知这时飘跃早已经来到了他们的正上方 等到骑士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飘跃如死神一般从天而降 手中是魂丝缠绕 瞬间斩杀了多名骑士 然后缓缓落下就站在了马背上 张云良的黑云兵团把飘跃牢牢围在了中间 愤怒地看着眼前的飘跃 恶狠狠地说道 我一定要杀了你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整座城市都因为你而染上了鲜血 而飘跃却一脸无辜地表示 我不明白 这不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吗 而所谓江湖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你们 青城派和峨眉派 你们每天都在杀人 可我现在有什么不懂 青城和峨眉派究竟牺牲了多少人 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和名气 而你们呢 为了维持这么庞大的组织 我敢肯定你杀的人至少比这里多十倍 而我只是为了在这里创造一个机会而已 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你的贪心和野心才造成的吗 张云良一脸不可置信 飘跃这个混蛋 真是疯了 说话间飘跃站在原地 周身是魂丝缠绕 而这次却和往常不一样 以往是魂丝飘跃只是注入了一丝内力 以至于别人从没见过飘跃的攻击手法 此刻是魂丝无比光亮 幽灵匕首缠绕一端 这一幕让张云良暗暗震惊 他不明白 一个刺客如果暴露自己的武器能得到什么 就在此时 城中一阵轰隆声响起 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波动 有人来了 看能量波动的显示 其中有一个应该是九华师台 另一个能量和他相似的会是谁呢 为什么也会在这里 飘跃总是自己一个人行动 他们不可能是飘跃的盟友 那会是谁的能量呢 突然一声爆喝响起 原来其中一人是青城派的剑圣 只见剑圣从城墙冲出 口中喊道 九华师台 你以为你能逃脱我的魔掌吗 九华师台也是笑笑宝石 笑话 我看起来想要逃跑吗 我只是不想我们的对决把程度给毁了 就在二人即将再次战斗到一起时 一根光亮无比的匕首凌空划过 瞬间引起了他们二人的注意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那里 那是什么 只见一位身穿黑袍的少年 被庶民骑兵围困在中间 少年周身光芒四射 从后面赶来的雪兰看到战场当中的那个声音 一脸震惊 那个背影 那不是 而飘跃缓缓地回过头来也发现了他们 九华师台看雪兰的反应询问 你认识他 是的 那就是刺客飘跃 而这回答 同样在九华身边的剑圣也听到了 而当飘跃面无表情地看着城墙上的剑圣时 一瞬间 剑圣眼睛发出强烈的炫光 他认出了隐藏在黑暗中飘跃的脸 当他看着飘跃的脸时 他深埋在心底的愤怒爆发 这是一张他在过去七年里从未忘记的脸 你这个混蛋 你真的还活着 剑圣咆哮着 他的愤怒响彻夜空 强大的内力爆发 引得城墙脚下内力较弱的战士双手连忙捂住耳朵 剑圣纵身一跃飞下了城墙 朝着人群中的飘跃而去 面对飞下来的剑圣 张云良一脸担忧 剑圣的实力他们恐怕无法抗衡 而反观飘跃 缺一点兴奋 就好似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嘴角微微上扬 现在此刻大家终于聚到一起了 男人已经死过一次 如今面对杀过自己的仇人 他依旧面不感色心不挑 在剑圣跳下城墙的那一刻 飘跃转身把腿就跑没有过多停留 众人在身后努力追赶 浑然不知已经落入飘跃的圈套 剑圣大喊混蛋你要跑到什么时候 而雪兰却忽然一整 好像想到了什么 这场景似乎似曾相识 赶忙大声呼喊 等等我们要停下来 再追下去 我们就正中飘跃的圈套了 九华师太大声呵斥 让他闭嘴别再说了 他脑海里还在回顾和剑圣刚才的战斗 根本无暇搭理雪兰 他自己没有放水 不知道剑圣学了什么武术 在某一个瞬间自己的确被击退了 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秒 但是现在那个可恶的小刺客 就在面前胡作非为 现在也只能尽快干掉那个刺客 然后和剑圣来一场真正的战斗 这一幕令他们恐惧 黑暗当中竟然隐藏着武器 张云良则是眉头一皱 他们中了陷阱 眼前是一片破旧的房屋 张云良猛然惊醒脸色变得苍白 这是 这是唐家村 虽然早已毁于一旦 只剩下一片废墟 但是唐家的名字 却有着让人内心不安的深刻共鸣 剑状九华师太瞪大 双眼不可置信 飘跃那个小子 竟然带他们来到了唐家村 剑圣却一脸愤怒 马上得老子现身 只见一道黑影缓缓落入房檐 身形与背景完美融合 仿佛死神降临一般 飘跃就这样站在屋顶 看着面前的众人 和剑圣四目相对 已经过去七年飘跃记的 所有他遇见的人 他会重现七年前 被人追杀的场景 只不过现在猎人和猎物互换了 这时一名浪人跳上了房顶 他准备杀了飘跃 如果可以他必然鸣声大噪 但是瞬间就感觉不对劲了 无数暗器纷纷朝他袭来 他只能举起长刀挡在身前 他暗暗自喜嘲笑飘跃就只有这些吗 但他的话也到此为止了 更多的暗器朝他飞来 突然的变故让他短暂停顿了一下 挥动武器勉强只挡下了一击 剩下的暗器却穿过了他的身体 伸入了他的肚子 他还没有靠近飘跃就倒在地上 再也动弹不多 其余战士见状脸上写满了恐惧 短短的几步就有这么多的暗器 这唐家村果然如此 周围遍布着无数暗器和剧毒 想想就很可怕 再加上一个如幽灵一般的飘跃 一名峨眉弟子被吓得脸色苍白 他不想在这种地方和飘跃战斗 除了这里哪里都行 可话还没说完 暗器再次袭来 瞬间贯穿了弟子的身体 无数尖叫声响起 弟子们纷纷倒下 雪兰一边抵挡着暗器的攻击 一边大喊着让大家冷静下来 他知道他们不能在这里乱动了 这里有很多暗器和陷阱 一名躲闪的弟子忽然踩到地下的陷阱 毒气瞬间飘散开来 弟子纷纷中了剧毒大喊救命 殊不知就在他身后还有更加可怕的存在 只见黑暗中无数红光闪烁 那是无数条蛇的眼睛 九华师太听着弟子的惨叫声 脸色阴沉 愤怒地看向跳跃 你给我下来 我要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本是青城派第一剑圣 却被一名小刺客连续挑衅 七年里暗杀了门派两名天才的接班人 他发誓一定要杀光所有参与暗杀之人 如今刺客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飘跃 是你断送了青城派未来的翅膀 你今天就要为你的所作所为负责 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吧 房檐上传来一声轻笑 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 没记错的话 七年前你不是已经让我付出过了吗 如今在这个腐朽的世界里 我早已没有任何债务要还 剩下的将是你们欠我的债 话音刚落 飘跃瞬间消失在了黑暗中 身影化作一团黑雾朝着剑圣飞去 剑圣毕竟是一等一的高手 一眼就看穿了飘跃的小剑 随后手握青霞宝剑 准备发起攻击 而此时飘跃也从天而降 剑圣掉转身形 拿起宝剑猛力挥砍 强大的剑一席卷而去 好在飘跃反应极快 一招惊蝉脱鞘 躲过了剑圣的致命一击 你似乎变了许多 除了你那双红色的眼睛 飘跃鬼魅一笑 你也一样还是老样子 说霸剑圣摆起攻击架势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逃走了 当即用出青城绝技 天心剑法 瞬间周围无数剑光起来 可飘跃却没有丝毫畏惧 蛇形部发动躲过剑光袭击 猛地向前俯冲朝着剑圣而去 视魂丝缠绕周身 幽灵匕首紧随其后 向着剑圣飞去 剑圣提起大剑挡住了飞来的暗器 不禁露出了赞赏之色 不错看来你已经不是一名普通的刺客 飘跃攻势不减 更加强烈的攻击席卷而去 剑圣不免心中一震 飘跃这小子在黑暗中度过了怎样的七年 如今他的武功甚至超过了四川顶级高手 实在令人兴奋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渴望胜利了 看向对面的飘跃仿佛看到了无光深的身影 突然剑圣沉思片刻 都是难得的练武器材 如果没有走错路 前途将会是一片光明 罢了 那你就试试看能不能挡下这一招了 只见剑圣浑身气势如红 一瞬间风云变色 手中轻霞宝剑光芒大掌 猛地向前俯冲 飘跃面色闪过一抹惊讶 一股无形的剑一袭来 他能感觉到这一机里包含了强大的力量 但飘跃并没有感到害怕 只听荒荡一声巨大无比的声响响彻这片战场 剑圣已经可以想象到飘跃被他劈成两半的样子 中了我的青城十三剑必死无疑 可接下来一幕让剑圣眼神里闪过一抹不可置信 只见飘跃的嘴角露出血迹受了严重的内伤 而他的手却抓住了轻霞宝剑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 不管这把剑有多么强大的能量 只要把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 就没有什么不能被摧毁 只见剑圣这把青霞宝剑 竟然缓缓出现裂缝 随后咔嚓咔嚓一阵声强 竟然像蜘蛛网一样裂开粉碎 断裂的剑圣散落一地 剑圣满脸的不可置信 那把剑是他世代相传 经历过无数战斗都毫发无损 竟然在这一刻破碎了 剑圣大吼着看向飘跃 你究竟做了什么 话音刚落 突然剑圣口吐鲜血 只见一柄长矛刺穿了剑圣的身体 这突然的变故使得飘跃一阵震惊 只见出手之人 竟然是峨眉派的九华师太 剑圣趴在地上无比痛苦 望向郑华师太而回应他的 只有一声冷哼 你做得很好剑圣尊者 接下来将由我亲手解决他的幸福 他身为峨眉长教 竟然变得如此卑鄙 偷袭了青城派的剑圣尊者 因为他知道 只要解决掉了剑圣 最后的胜利就是属于他们峨眉派 剑圣听闻愤怒无比 起身想要反抗 目光看向九华师太 你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偷袭我 九华师太并没有理会 闭脸无辜地看着剑圣 这怎么能赖我呢 明明是你自己没有及时躲避 就算我偷袭你那又怎样 现在的我不在乎荣誉 解决掉你之后 峨眉将会是最后的赢家 会统治整个四川上 然后走到了剑圣身后 一把拔出了插在身体里的缠障 现在的你还是担心下你们青城派吧 说霸举起缠障 直接将剑圣打飞在天 没有你的存在 青城派将不会对峨眉造成威胁 就算有人看到了什么 也只能去地狱诉说 剑圣落在地上奄奄一息 郑华没有去补刀 他坚信剑圣已经活不成了 目光转移到了飘跃身上 说真的我有点感激你呢 多亏了你 我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作为回报 我将会给你一个难忘的死亡 只见九华师太守中 这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的野心 我可能会过着频繁的流浪生活 但正因为你的野心 让我成为了刺客 飘跃周身黑气环绕 是魂丝缠绕周身 冲向了对面的九华师太 九华也是一脸震惊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举起缠障挡住了飞来的匕首 仔细看看我吧 你们创造的怪物究竟有多可怕 二人转瞬间就战斗在了一起 四周响彻着匕首撞击在缠障上 飘跃右手蓄力 一拳就打在了九华的缠障上 顿时轰隆一声尘埃四起 这一幕就连战场另一边的雪兰都被震惊了 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师父 随着烟尘的散去 露出一副苍老的表情 瞬间又变得凶狠 想杀死我没那么简单 看我峨眉绝学金光乱打 一瞬间光芒万丈 飘跃对这一幕感到震惊 瞬间发力 是魂丝召回无数幽灵匕首进行抵挡 一阵爆炸声过后 飘跃从烟尘中走出 红色的双眼冷冷地看着九华失态 无数幽灵匕首从天而降 九华拼命抵挡 举起缠障猛的砸向地面 瞬间内力爆起 幽灵匕首被震落在地 九华脸上写满了兴奋 就只有这些了吗 只见飘跃落在面前 想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飘跃手指尖布满无数试魂丝 这一幕令得九华是太顿感不妙 眼神向下看去 只见是魂丝竟牢牢缠住了他的脚踝 他自诩名门正派 为了称霸整个四川省 甚至杀了清城派的第一剑舍 而如今他遇见了一个男人 一个被称为死神的男人 飘跃为了灭掉九华失态 故意卖弄破绽用幽灵匕首进行攻击 实则用是魂丝悄悄地缠住了九华的脚踝 然后猛地拽动是魂丝并向九华奔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九华始料未及 飘跃又全蓄力 发动心速心法和黑雷心法 两种功法相互结合 可以将自身潜能发挥到极致 飘跃一瞬间就来到了九华的面前 随后蓄力一击直接打中了九华的身体 瞬间口吐鲜血 九华时太艰难地爬起身体 很是震惊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只是一瞬间 飘跃竟然进行了攻击 速度快到无法想象 甚至他都没有看清楚 看着眼前的飘跃不免怀疑起了自己 他在和剑圣战斗的时候 难道是在隐藏实力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 如果再这样下去 恐怕下场将会和剑圣一样就此隐恨 随后命令战场当中的雪兰和张云良二人 让他们一起除掉飘跃 面对这一情景 飘跃很是嗤之以鼻 难道你想让两个人的牺牲来保全你的性命吗 以为这样我杀不掉你吗 随后再次蓄力朝着九华跑去 瞬间就越过了兰在前面的张云良一人 飘跃的无视可能让张云良感到了耻辱 举起长枪就朝着飘跃攻击 只见飘跃头都没有回 只是简单地勾动着手指 一条弑魂丝缠绕着幽灵匕首 朝着张云良面闻戏剧 却被张云良闪身躲过 可接着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更多的幽灵匕首朝着他飞来 这次他可就没那么好运 瞬间连中十几柄匕首口吐鲜血 直接倒在了地上 飘跃并没有停留 而即将面对的是峨眉大弟子雪兰的阻挽 雪兰挥动着手中的长剑 口中喊道 我让你停下来 只见剑气化作无数花瓣 飘跃一个闪身就躲过了雪兰的攻击 见自己没有阻挡住飘跃 雪兰心里一惊 随后又愤怒地再次地挥出一剑 飘跃闪身躲过了攻击 身形在两道剑气中奋力向前 哪怕自己的脸被剑气锁伤 目光依旧坚定 她的目标就是雪兰身后的九华师太 就这样从雪兰身边跑过去 雪兰有点吃惊 她以为自己下场会和张云良一样 可偏偏飘跃没有进行反击 就这样跑了过去 什么也没做 飘跃停下脚步 来到了九华师太的面前 看着九华师太 雪红色的双眼如同看到了猎物一般 九华面对这一幕也只能恨得牙痒 除此之外她在无别的办法 只听轰隆一声 飘跃仿佛化身成为了巨蛇 围绕在了九华身边 一瞬间九华师太好像坠入了万蛇山谷 无数条蛇爬向了她的身体 撕咬着她的骨肉 临死前的九华对飘跃充满了愤怒 如果没有她 她现在可能是整个四川上的霸主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飘跃化身成为一条巨蛇 瞬间就斩杀了九华师太 飘跃看着倒在血泊当中的九华 平静地说道 今天开始 你从我的世界离开了 男人每天都要干掉一人 只为了祭奠自己失去的青春 在长达十四年的逃亡生涯中 她成为了一名刺客 喜得了一身本领 如今改变她生活轨迹的仇人 就站在她面前 她利用自己的武功 漂亮地解决了峨眉派的掌教九华师太 飘跃看着倒地的九华 她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这个害她变成如今这样的女人 今天终于从自己的生活离开了 吵闹的战场这一刻也变得突然安静 众人纷纷望向飘跃 这一幕令她们无比的惊讶 始终不敢相信实力强大的九华师太 竟然就这样被人打败了 雪岚望着战场当中的飘跃 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今所有人都被那名 曾经瞧不起的刺客征服了 她凭一己之力 成了四川省新的霸主 雪岚闭目沉思 她在想如今峨眉派该何去何从 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远处的飘跃好像听到了声音扭头望向了雪岚 二人的目光就这样对峙在了一起 雪岚眼神显得格外不知所措 刚想要解释什么 却被一声爆合声打断 原本奄奄一息的剑圣 伴随着一声嘶吼竟然站了起来 整个战场瞬间被一股血红之气笼罩 曾被九华贯穿的身体 也在不断地被修复 剑圣的眼神中看不到一丝理智 青城弟子剑壮连忙上前问候 可剑圣根本没有理会 瞬间夺过弟子的佩剑 朝着战场当中走去 众弟子纷纷惊愕 这一股不祥的力量 竟然是从堂堂青城派剑圣身上散发出来的 而这时的剑圣已然来到飘跃身前 朝着飘跃猛烈灰砍长剑 血红色的蛇形剑气格外的诡异 飘跃一边躲闪一边观察 剑圣的攻击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不知为何 他感到这股气息无比的亲切 不过剑圣的弊端还是被飘跃发现了 剑圣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对 魔气已经侵蚀他的大毛 控制着他的行动 想到这 飘跃召唤是魂丝牵动幽灵敌手 无数柄敌手在他的牵动下从天而降 手中是魂丝猛然收紧 魔化的剑圣瞬间被牢牢控制在原地 紧接着一柄敌手动穿了他的身体 但此刻剑圣根本无惧疼痛 身上的魔气再度爆发 朝着飘跃而去 就在快要到达飘跃身前一刻 幽灵匕首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 剑圣口吐鲜血 身上的光芒逐渐地消散 堂堂青城派的尊者 再一次倒在了战场当中 不同的是这次他倒在了飘跃的手里 飘跃想要上前捕刀时 一阵脚步声响起 突然一双大手拦住了飘跃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剑圣的师弟吴三 男人七岁被拐走 十四岁被人扔下万蛇骨 却凭借强大的意志 每天以蛇为食 在谷底生存七年练就绝世武功 如今飘跃逃出地牢 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复仇 而这一天也终于到来 在解决掉魔化的剑圣之后 飘跃突然被一双大手拦下 还没等吴三开口 就听见身后剑圣微弱的呼吸 连忙上前搀扶 可看着剑圣如今魔化的样子 他瞬间就明白了 剑圣师兄 你怎么会学习妖术呢 这么多年就连我都没发现 剑圣艰难地举起手臂 紧紧地握住了吴三的手 吴三抱着剑圣的尸体 心情无比的沉重 你怎么这么蠢啊 你明明用尽一生都在维护 青城派的名誉 可这一切最终却因为你修炼了魔功 而又从心跌入谷底 战场当中 所有的弟子都停止了手中的战斗 纷纷看向了战场当中的飘跃 两大门派这么多人 竟然都没有解决掉一个刺客 四川省的格局要改变了 到处都是死去弟子的尸体 吴三望向飘跃 心中在沉思着什么 雪兰看着飘跃思考了一番 握紧拳头向飘跃走过去 口中飘跃二字刚刚说出 却马上改口抱拳道 如果大侠您允许的话 峨眉叫想把长娇的尸体带回 听到雪兰说出此话 身后的峨眉弟子纷纷怒吼 你不能这样做 怎么可以向杀死长娇的凶手请求 雪兰转头望向说话之人 仅仅一个眼神就把弟子吓得不再发言 雪兰深知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复仇了 如何活下去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而就在同时 一旁的吴三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如今这场战斗已经失去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清城和峨眉已经没有了从头再来的实力 随后起身来到飘跃身旁 表示希望自己也可以将剑圣尸体带回清城派 希望您能允许 所有人纷纷看着飘跃 飘跃久久没有开口回答 舍一般的眼眸如匕首一般看着众人 如果我放你们走 你们必然会谋划着如何向我复仇 就像曾经的我一样 雪兰拱手上前行李 表示会以自己的名誉发誓 峨眉派绝对不会向你复仇 吴三也低下了头颅 不想再看到任何牺牲了 就让这一切都结束在这里吧 飘跃看着眼前的二人 看着他们笃定又坚定的眼神 又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突然发现今天的天空格外的美丽 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你们可以走了 在整个事件结束以后 四川的门派全部都陷入了低迷 两大门派停止了战斗 所有门派关闭大门 开始了休养生息 在这场战斗当中许多人遭受了损失 但是没有一个人 敢向传说中的死神复仇 一个都没有 许久之后 河边的一处船只当中 飘跃悠闲的躺在里面 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美好 曾经过往的种种已然成了过去 美好的生活在向自己招手 想到这里嘴角难得地露出了一抹微笑 然而身在江湖当中 平淡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一名男子坐在桌子前 不可思议地望着手中的报告 一名小小的刺客 竟然能击穿整个四川武林 这怎么可能 猛地拍桌而起 他必须亲自出马 要会一会这个人 不久之后 两刀身影便出现在了成都城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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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 订阅 赏转播放